大家好,今天是3月29日,第四日 快到第四日課程 今天就有些個案分享 大家好 好,你們有這麼多東西打的 請問為什麼option玩美股,實股玩港股 而不option及實股,都只玩美股 說港股是誰? 你說我,還是別的朋友,還是你自己,還是誰? 我自己港股美股都有玩的 但是我自己民生的一個鍾情美股多一點 越來越鍾情美股多一點 但是港股都因為自己生理時鐘問題 有時你結算當日,你可以跟他片到最後一刻 暫時我都還在玩港股和美股 只要你說實股,實股就遲些再看,看看美股又怎樣 因為港股始終你認識這麼多年 玩開的時候就沒什麼特別大原因 但其權來說,美股的彈性就會大很多 這個我也推薦大家多試一些美股 魔靈蛇總規,你剛起身 Hello Mandy,你好 Hello Bonnie,你好 Terry,Hello Ben,Hello 你好 你都沒有什麼,我分享一下我的習慣 其實我沒有很多怪習慣在這裡 好,那今天就... 最後一堂,還有誰 Steven,Hi,Hello,你好 好,那我就... 我先開鏡頭打個招呼 Hello,又見到我了 旁邊這裡有位帥哥 這位就是Felix 待會我就會和他聊聊天 他就說,見一下那些帥哥就見我 大叔真的見那麼多 見一下那些年輕人帥哥開心一點 好,那就是... 通常我開完鏡頭就不會想見到自己 等一下 先關上鏡頭 對了,那就是... 那今天就是最後一晚 眨眼去到最後一堂 都收到很多同學的WhatsApp 我覺得這次的反應都頗不錯 我覺得很多原因的 我想可能是... 第一,大家過了四晚 大家都...母親情都有感情 也有四晚的感情在裡面 而講的課題也都頗寬 因為以往我經常都是講其權 但是其權不是個個都對的 也不是個個都願意去接觸 或者對其權有足夠的認識 去敢聽這件事的 所以變成,這次我想 接觸到的朋友都頗寬 那講的東西也頗貼地 因為講樓、講股票 變成大家的參與程度都非常之高 以往我做一些其權的工作室 就真是烏鷹飛過都聽到的 因為講的其實... 其實太淺 又講不到我們那些貨幣的精髓出來 Felix 你那些貨幣其實... 你那個個個案 其實我只是頭到尾講出來的 中間我也真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中間的東西 一講大家就雞飛和狗走的了 真是不知道我們說什麼的 那外面中間有時候 我們又不可以太過技術化 太過技術的話 大家不喜歡說什麼 太簡單又好像... 好像顯得這件事也... 建設不是那麼簡單的 但我也不想搞到建設很簡單 賺錢很容易的 所以變成中間講期段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所以中間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的安排也是一個... 幾大突破 所以我也講過了 其實這次是因為... 疫情的緣故 那我真的... 見到很多朋友都很傷 落到... 落到182那個位置 其實很傷很傷 所以我就... 就搞了這個... 這個節目 也很感謝大家支持 那其實... 大家今晚盡量留到最後一刻 因為今天我們講過一些個案分享 很多同學都有問過一些課程的事 我也會很簡單講講我們的課程 以及一些課程上的優惠 好了 講完這些事情了 就知道四晚都給我賣兩下廣告都要了 那就... 完成了這部份之後呢 反而我就想問問大家 因為呢 其實我見很多朋友對奇權好像... 蠢蠢欲動 有些想形式 但是昨天已經有些同學就說 聽完簡介已經頭都痛了那一隻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著 會不會搞一個叫做奇權一個的... 先修班 先修班呢 我就不會講一些複雜的東西 也不會將我SDUD課程的東西放進去的 但是... 我也想幫你們過渡到就是說 對奇權那個... 那個... 很複雜的那個... 這樣的... 本質 可以接觸多一點點理解多一點 舉個例子 可能有一個... 我不知道三個月好 半年好什麼都好 就是大家學不到最後的時候 可以給我一個意見 我也想聽一下你們在想什麼 那就... 講到聽吧 就說你想怎麼樣 針對著奇權 可能就是說... 那個... 有一個過程的一個群組 但是我就不會... 我不可以搞一些太... 太過我SDUD的東西 因為我都要... 就是有些同學都報了SDUD課程的嘛 那我第一我不能夠複雜了 第二... 那別人都有給學費的 我不是在一個... 免費的群組裡面說太多... 收錢的東西嘛 那有同學會告訴我嘛 那這個都... 都合理的 那這件事... 那我就在想... 那會不會一個... 對著一個先收的課程 讓你們可以... 可以透過這個群組 就是我剛才說 就是有帥哥 第二天年輕 三十多歲 我三十多歲 幸好你這麼會想 這麼聰明 但是我想... 我想其實我已經去到很遠了 去到現在這一年了 那他也很願意幫同學的 就是教同學 或者有什麼問題 他也很願意作答的 所以我就在想 會不會有這些東西可以幫到你們呢? 那這個就到最後了 現在我們完成整個workshop 整個課程之後 大家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好嗎? OK 好 先看看 Hi Peggy 我以為你消失了 其實奇緣很好玩 但要控制風險 有排... 有排學... 對,很好玩 玩到... 如果你真的覺得好玩的話 你是有一個胃根在... 就是... 你聽聽Felix 等一下他會分享一下 其實大家是愛上這個遊戲的 很喜歡想 很喜歡投資 很喜歡想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出來 但是前提你說得很對 Bonnie就是風險管理 不要亂來 因為這些事情好玩就好玩 當你不做風險管理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輸得很金的 千萬不要亂來 好,SDU stands for Flying Tiger SDU其實是我們的課程的名字 就是我們有一個課程叫做 奇權SDU特份課程 SDU其實是Special Duties Unit 就是飛虎隊的意思 我經常跟學生說 我要訓練到你們好像 一些飛虎隊那麼厲害 但怎知道有時候訓練完之後 我發現他們的質素... 有些其實衝破不了心理關口 所以變成去不了SDU的質素 課程就這樣叫做 這個就是我們為期九個月的課程 希望可以很全面去訓練 同學的一些奇權上的知識技巧 更加重要的是實戰心態 OK,那這就是我們課程的一些名稱 這個去到我們最後 我們會很簡單地講一些課程的資訓 好,hello,Ling,你好 好,再下去 Special Duties Unit 沒錯,不是Flying Tiger 他說越多,什麼都說完的 不會啊,總之我不share 那群組就不會說完的了,是不是 不說了,不說了 Henry Sir, let's say I have some idol cash how can I make sure of this amount for support but not exposed how can I make sure of this amount 先,哇,你這個問題又是 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我今天的個案分析 其實我都會說一些關於我們怎樣用 去製造現金樓 這個就是,當然我和坊間那些很不同 設計和將我和外面的人比較 我不肯過你 我會說一些,其實 很肯定,我星期五我做了一隻英偉達 NVDA 然後我昨晚和你們搞完這個workshop 之後我就已經平倉了 那我今天五點多鐘 特意鎖入IB screen cap了那個trade lock 給你們看 其實我那個return很棒 那這部分我覺得是 其中一樣我覺得值得去share 那這些是奇權這個世界 是可以做到的人 但是就絕對不是那些manicat shop OK,好,那這個就大家 去到最後大家可以給點意見,好嗎? 好,那就事不宜遲了,我們開始去到我們今天的 個案分享 好,跳去第四個章節先 好,昨天有些同學就說 去到後面那些什麼volume 那些不知道我說什麼 不知道我說什麼不要緊的 其實你想想,你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是不是老師說的每一句說話 你全部都明白了? 明白了你考試只有一百分 不是嘛 那你當初考試不是一百分 那現在又是六立成長了 有什麼問題呢? 不用太害怕的 就是以前呢 我父母經常在說 你尤其數學都不懂這個課題 下一課你就跟不上了 哪個說的? 不關事的 還有這些人不明白呢 就慢慢去搞 搞極都不明白呢 都沒有辦法的 難道拉我去打把嗎? 對不對? 總有一天你就明白了 總有一天都不明白的時候 就由得他不明白了 沒事的,對你成長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他在OI 我真的不知道你昨天說什麼 慢慢再接觸多些 你會明白多些少的 但是去多三年、五年、十年 吹了十年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就當我沒有說過 最重要你可以做到風險管理持續穩定地賺到錢 可能到你臨終之前那一刻 你就終於明白我講什麼了 都還未維持 這些雖然不需要太執著 放輕鬆些少不要太緊張 哎呀這件事不明白我會死 但是我們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你計風險計最多書幾多歌 你沒得計錯 這件事就是底線位 好嗎? 好,看看這圖要怎麼說 學其權要有耐性 其實我覺得 學什麼都要很有耐性 而且很專注 我經常覺得 我講一件事就是 如果要做好一件事 你只可以做兩樣 就是一件起兩件子 多多第三件其實都很難做到一個很優質的結果出來 就是如果我跟你說 何思培又游泳又踢球又打籃球又打網球 又打網球 四範他都拿了金牌 你信不信呢?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運動員 是三四範都是參賽還要獲獎呢? 是不會的 是真的要專注 而且你是每一天都做著同一件事 那你要這麼discipline做這件事 其實剛才Bonnie也說到就是 其實你是要很喜歡這個遊戲 又或者是一個很強大的推動力 推動到你一定要玩好這個遊戲 自然你就會很投入在這件事上 好嗎? 好 那這些道理上的事情 我經常都講 我真的覺得很煩 好 那我們開始一些個案的分享 好了 其權交易易學難正 這個真是事實之中的事實 其權真是這麼多種金融工具 最複雜最複雜的一種 很不少的投資者 交易期權很多年了 真是半桶水 但仍然不斷地進貢給市場 進貢給我 當然我覺得我也有份拿你錢 但是 沒辦法 下場的話 就是下場的父子 誰都不給面子 當然我是否贏你錢 我不知道 總之我想 即使我和兒子玩什麼遊戲都好 我從不留守 留守我是不尊重你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所有事情是這樣的 所以 在課程裡面來說 如果我對你忍口 我對你仁慈 其實我是放你去死的 所以有些同學都比較緊 但是 我不知道你心裡面有沒有罵我 罵也不要緊 但起碼都要緊一下才行 對不對 好了 也有些人 第三點 也有些人望而卻步 敬而遠之 很害怕的 這些這麼深的事情 我這麼蠢未必明白 又說自己什麼什麼 我計算得慢 不夠快 不夠厲害 學不到 很多很多關心 好了 那我就 即是開始 我想帶出一個嘉賓 因為 其實個案有死物 有生物 生物的個案就是Felix 我覺得他很神奇 這位年輕人 Felix不是從事金融行業的 上年10月 即是2021年10月 他參加了我們第四季的 期權SDU得分過程 那之前 他跟我說 除了是 上網看看期權的資訊 看看書之外 就沒有任何買賣期權的經驗 那由上年10月開始 到現在3月底 剛剛頭頭尾尾尾 接近6個月的時間 Felix已經全面掌握了 期權的操作 為什麼我打全面兩個字 我不是亂打的 即是有時候 因為他們已經進入了實戰的階段 去到2月開始 其實他們已經開始正式做買賣 那他做什麼買賣呢 就要將記錄下 他做了什麼優惠 做了什麼銀行 做了什麼銀行 就要發送給我 發送給我 我就會看 我就會留言 我就會問他一些問題 那全部東西 他答得非常之好 而中間所有的 買賣期間的某些進攻防守 我覺得一出一入的那個位 是做得很到位的 做得非常之出色的 所以他現在都還沒畢業 我已經馬上急不及待 就找他幫我批改一下 2022年Q1 即Q就是Quarter 第一季的填學功課 即他計算的功課 也是計算得很快 心算的速度可能比我快 當然我不是心算不心算的問題 他對那個數字是有一點敏感的 對數字不敏感也不是死人 即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不是要跟我們鬥快 鬥快是沒有獎的 是要計算得對 做一些對的 什麼是對的trade 不是轉轉trade都要贏錢 但是你要做對的事 等待好的結果 好的結果 慢慢就會出現 他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有板有眼的 甚至我覺得 好過很多聲稱 玩了十幾二十年選擇的人 好過很多聲稱 我經常這麼說 三十出頭 有這樣的能力 做得這麼好 實在是很難得的 所以今天我就邀請了Felix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好 好 簡單解釋一下自己 Felix 我可以休息一下聲 簡單解釋一下 為何要學期權 眾所周知 我的課程 學費就不是便宜的 為何由中的休息 學呢? 為何由零開始學期權呢? 期間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又或者 課程在三個月差不多完結了 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得著 還有什麼期望呢? 其實最主要一開始都好像 三個月一樣 接觸一下股票先 但是 因為我個人其實都偏向保守 少住落場 其實都不贏到錢 就是贏下輸下 賣單結算 都是小規 但是完全給不到安全感 就是好像賭博一樣 嗯 也不知道自己輸多少 贏多少 就當你整條子孫線也好 他也有可以夾彈的 嗯 那變了之後就 嗯 就是叫做 剛好就看到 這一樣衍生工具 嗯 就了解一下 發現已經挺個人 那就深入一點去了解 那一開始就自己去看書 或者上網呢 去學了那些基本四式的 嗯 弄索交通那些 嗯 那之後就 見到Helrysir你那些課程 一開始都 都深大深深在想著好不好 因為始終你的課程 你也知道學費不是便宜的 我就想 我把心一環去跟人學 因為 知道這件事情的衍生工具是有槓桿的 那也都 都了解過當中的風險 就是自己學的時候 那麼 但是想著 我如果這個錢 我拿來純粹就這樣實戰 在市場上 我 未必吸收到經驗 但是已經可能是已經這個數了 嗯 都不定 但是沒什麼得著 至少輸給我也知道輸給誰 對不對 就是有仇報 至少自己有一樣東西可以學到 嗯 是的 所以 所以 的氣心肝 歸就歸 超過 超所值 是不是 還有不是一次過的 每個月 所以我這個想法 真的很聰明 分九個月 交學費 這個想法 開始接觸到少少奇權 一開始就買股票 又上雙落落 贏下輸下 其實只有餃子 又接觸了奇權 好像有點得意 就開始接觸一下 就看一下資訊 就了解了廣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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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就開始了你的不歸老 是嗎 沒錯 學者的過程其實你是怎樣的 這半年的生活是怎樣的 你身邊的人有沒有懷疑 你有外語 經常都心神放肛 在那裏 想這樣 想那樣 我跟你們講 這班學生傻的 八號風球都上來星光行上課 他們真是死神搞到我不好意思不在 八號風球 記不記得去年 10月好像一次八號風球 我問他們你們想放股票還是現場 全部人都說要來現場 他們真是傻的 還有就是 在家裡我基本上無時無刻 就算睡覺還是洗澡 其實都在想著奇權這些 就是你是已經變了 因為他給了我想要的東西給我 就是 但是其實你真的可以算到自己輸多少 是 就是最盡是輸多少 還有 他怎樣去令自己 咦? 最差都可以有一個數 是贏的 那就博取更大的利用 那你就會想很多古靈精怪 如果我這樣回答又會怎樣呢? 因為其實 不同 因為他真的千變萬化 就算你同一張東西 你行駛一格不同 其實你可能想法已經是有差別了 是的 所以其實中間是很變化多端 有很多東西很值得你去想 所以這六個月裡面 你又日思夜想 就是想著奇權兩個字 還有可以配合你不同 就是對那一種不同的想法 那一刻 還有配合你的性格 就是那些人喜歡進攻一點 可以偏進攻 但是也要控制著風險 是的 進取可以進取 保守可以保守 是的 OK 全部都是靠你自己歌功力去怎樣調配 OK 那你也想了半年 那有沒有說遇到什麼困難的地方 或者遇神殺神 也有些困難的 但是很多時候 困難都自己家裡 因為因為堂與堂之間 我們有一段日子 嗯 我那段日子就會不斷在想 不斷在家裡計 之後呢 自己放很多數 或者看選擇 放下去計 你自己去經歷這個學習的階段 你了解到中間的關係之後 你就會通了 嗯 OK 其實很多事情可能你自己思考很多些 是嗎 就是中間遇到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思考多些 其實都是思考 有什麼問題 很歡迎你問我的 但是當然 當然是你先思考了 因為 如果你不思考過 你只是有什麼問題 就是 從小到大 讀書也是 那些老師經常問問題 就問 其實問問題前 其實你應該想了才問 如果不是呢 你的問題其實第一 你也不知道自己問什麼 第二 你也未通過某些事情 而問問題之前 道理上你應該先想一下自己不明白些什麼 分解一下 究竟有什麼 塞住在那裡 再問呢 其實對於你理解成績 是很有幫助 所以其實中間是 真的要想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說 除了剛才讀書 要有耐性 其實你要愛上遊戲 你要多思考 真的要經常想 想 不是想結果 結果怎麼想都是 感覺 又輸錢 又輸錢 贏得這麼少 不是想這些 想這些是沒有用的 是想一些有用的 就是整個交易 整個交易的過程 是怎樣的 OK 好 其實現在還有三個月 就問問那三分二 你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得著 嗯 我這樣想就是 就是 都是持續地去學習 因為它很多可以組合 其實你自己想到的 都可以試 就像Herry老師 其實你也是不斷在學習 試著一些新的東西 是 學習著怎樣跟你溝通多一點 其實 因為就是 都學不完的 就算 是 就是去到你這個層 或者我這個層 都好 嗯 其實還有很多 很多 很多 淋淋種種的 做法 其實是的 其實有些跟我說 可不可以放一些群組 寫一些文章 其實有時候 以前我還會寫 現在我喜歡想的 研究多過寫 因為在研究的過程 我會試 試完之後 我發覺原來有錢賺了幾 那種 那種滿足感是很大的 就是我稍微講一些 就是一些我研究的結果 我只可以講結果的 結果是非常之神奇的 就是那個 六神合體那個 真的非常之強 我都不可以教住 但是 就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 研究到現在 我發覺的成員是94% 但是說的 一個回合是三個月一個雙倍 那也是用美股去做的 就是這樣去研究出來 然後去做 研究完之後 還要馬上有回報 哪裏找 所以我對於研究這件事 是非常之感興趣 會想一下 究竟程度 交易的盲眼位在哪裏 怎樣去解決 所以我想 其實真的要學好期權的話 你們昨天 遇到的問題 其實很皮毛的 最重要是你問一問自己 你可不可以很有耐性 很專注 很投入 還有很肯去思考 過終的所有的事情 你跟我很有趣的 報了STU course之後 就跟我說 我工作很忙 我生意很忙 要做什麼 做什麼 所以上課我就想不到 老師你錄影給我 沒有問題 我錄影給你 當然可以 這些支持的 當然會幫你做 但問題就是 既然你忙到這樣的話 究竟你有沒有時間去思考 我們上課講過的事情呢? 我的個案又會怎樣呢? 你有沒有想一下我這樣做 會不會有別的方法 可以另一個方法去做呢? 那你沒有思考到的話 其實當中已經差很遠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 很依靠你們的投入程度 我經常打個比喻這樣說 何思培也跟教練說 哎呀教練 我最近忙於功課 我就不得了面水的了 教練沒有什麼好說的 有什麼好做 沒有什麼好做的 沒有什麼好做的 除此沒有什麼好做的 但是他的結果 他的成績又會怎樣呢? 我想大家都會估計到 就不是拿奧運的銀牌 OK 所以我想中間來說 我想思考的過程 你要花很多時間 投入到尤尾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OK 其實到最後 其實打後來說 你這六個月 我想都物超所值 很愉快 無論如何都要這麼說 很愉快 付完錢也很愉快 非常好 你對未來的投資 有沒有什麼期望 我納了一位同學說 你應該可以轉工了 轉工了嗎?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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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說真的輸了很多 不二重十信心 這個待會我補充一下好嗎? 不要這樣想 和其權談戀愛 都是的 我想不單止戀愛 戀愛我是隨時飛去 但是其權 我想我不太捨得飛去 可不可以用 program 去運用 return 不用用人腦計 不敢回答你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複雜一點的問題 因為我想很簡單 你用 大家經常用那個 program 叫什麼 就是 run bad test 那個什麼 就是 run那些期貨 那些 bad test 我忘記了 以前我安裝過 其實我也沒有搞到 但他連 run 其權的 bad test 都 run不到了 因為其權相對很複雜 複雜的地方在於 你不同月份和行駛的 call book 已經是不同的 product 你 run the bad test 是一件很高難度的事情 所以我又不敢說不行的 世界這麼闊這麼大 但是暫時來說 又不是我現在的能力可以做到 但是我不用用人腦 但是我覺得我最值錢是我的腦 我更加要用我的腦去賺錢 這個可以想一想 但是不是我想得到的 因為我IT白癡的 跟我說 program 我真的很不行 還有 program 通常 你能看得到結果 但是中間那個過程 你不知道 要怎麼去應對 例如懷疑 是的 就是有些心態的問題 即是我們有些事情是動態 看到這樣就要去做 但是你 program 你把握上去之後 它就P&L這樣展示出來給你看 嘩 這個講的 你的arrayment 表面上愛上其人 但可能真相是愛上阿雪 沒有了 嘩 不過這樣也是的 男人不懷女人不愛 好 跟著 美權用的資金是否會多一個 不是的 不是的 Bang 不需要的 我正在運行一個測試帳 10萬港幣 10萬港幣做港權有得 做美權也長長有餘 你要很懂得如何管理這個 margin 就可以了 至於你說 輸過很多錢的 point 我待會再回應 好嗎 OK 不如有些什麼期望 Felix 當然最終的期望 當然可以靠這件事 已經能夠遮蓋到生活 是 現在叫做轉工 是嗎 不做 不是轉 不做 不聽 是Multi chart Yes 阿黃你這樣 我沒有用很久了 Multi chart 我想再問昨天的問題 好 如果我買700 10張 Long Call 價錢是300 Long Call 300 你回答了 Felix Long Call 300 昨晚的影片你有沒有看? 都有看 OK Long Call 300 Long Call 300 騰訊 如果到期前股價跌到200元 我將那7萬元 換回正股 是否可以這樣做 先看完所有問題 假設200為0 我可以入7手 對嗎? 不是 不是嗎? 你將東西變了價外 你不會用300元買現時市場上200元的貨 是的 是No的Peki 好 起碼你昨天上完促城班之後 簡介 不要說促城班 你回去想一些東西 其實就沒關係 不行的 你那7萬元已經泡湯 70890元 我沒有記錯 70890元 70890元 7089元一張 最後10張就是70890元 因為這70890元 是買入10張的合約 這10張合約容許你用300元買入證股 現在股價跌到200元 你不會還用300元買證股 我可不可以拿出來去換證股 你又想 輸了想走人 不行的了 你買的是一個權利 不可以拿出來去換證股 因為去到吉薩拉 股價跌到200元 除非 除非你跟我說 股價跌到200元 你把300元還很值錢 但我想這個機會很明顯 除非你那張合約是一年之後到期 或者更值些錢 但如果你說我們昨天的例子是4月到期 即使明天 騰証跌到200元 你把300號碼都不會值錢 所以你不可以把它變回來 算了 當我沒做過 我來買證股 不可以這樣 OK likely 你會 total loss 所以做這些long call 要很小心 我都分享過 我自己做long call 的儲碼很小的 所以你真的要我給7期 來做long 我昨天也說過 我想我的account幾千萬左右 我才會用7期來做這件事 So options calculation is a more difficult process than stop buying 是不是 options calculation 你覺得是嗎 April Options 的calculations 看你什麼叫options calculation 如果你講的什麼black schools binomials 那些一定是複雜的 但那些我們不會講 亦不會教 OK 但我們要計算的是什麼 整個組合你最多輸多少錢 是個風險管理的問題 OK 所以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加減數 那你說是不是多些東西 當然多些 你買證股給多少錢 就多少錢 那也不用計算 看也看到 是吧 但是期權來說 基本上 你要計算一計 就是最多輸多少 那個問題 OK 那個其實我覺得 計算了其實就沒有感覺了 本能反應 進入化境 大家一起化吧 好嗎 Meta Trader 我之前那個是multi chart Multi chart 明白了Peki 非常好 最重要的東西明白 好了 Brian 如果做shopput500的option 應該做ES 如果做shop SP 標普500 我以為你說騰訊shopput500 標普500 OK 應該做ES 還是SPY比較好 ES是一隻指數 SPY是一隻ETF 當股票 我又覺得沒有說哪隻好 還是不好 如果SPY來講 它當是一隻 好像香港220 223那樣 是用實物交收的 ES就純粹真是一個指數 用cash來settle 其實兩者看看你想做什麼 如果你純粹是真的想收 賺時間值 cash settle 你沒有想著必要時拿貨 再玩多個禮拜 那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你用ES去做都已經OK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是玩慣 就是SPY和QQQ 兩隻ETF多的 而且沒有實物交收 就不會怕被人叫過 對 就沒有被行使的風險 Gary I experience to use SP to get premium Unluckily stock price dropped and make me to provide more money to hold stocks It occurred few times and make me less confident Less confident Do I need to use different strategy to provide premium or pay at the right time and right price Thank you 好 你講的那些我猜 就是我所講的 Nicked shot 就是只做short 我們講過多次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一定要有張鑼頂住 不然規範可以大得很驚人 問心那句 你有錢去填鑼 不代表是一件好事 可以死得更金 你第一次被人砍了倉 輸多少就是多少算鬼數 但是當你一被人找到市場的話 那個失去可以非常驚人 所以一般來說 第一 我不會用其權接貨的 我也不覺得 用short cut這個方法 所謂接貨賺現金流 是合理的一個做法 真的不用的 不要這樣做 我想坊間太多這些說法 令到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 坊間有多少檔說這些 說得很煩 有時我經常盯著 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但實在我想 我一百口不夠人家 十幾百口厲害 可能十幾二十檔人 都會說這些 這件事真的不要 很多人輸得很金 不要這樣做 可以死人 2020年3月 和剛剛穿18200那一刻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中了福 不要這樣做 還有誘惑大 每個月收收 即問一句 你按一個按鈕 做一個short cut就好像 就好像 有一個passive income 那樣 那我覺得會不會真的這麼兒戲呢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又不是說真的很複雜 但是又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 如果你假想一件事 你做一個阿里巴巴short cut110 那怎知道真的不知道做什麼事 4月還要爆一層下去的 一爆爆到下去60元 不是他一爆穿你110就給貨給你接的 你穿到60元他都不給你 即是有些人經常教說 接了貨就做short call 你穿到60元他才給你貨做short call 你short什麼位置 short call回110 收不到錢的 你short call60 一short完就好像18200那天 一頂抽上來就叫你 又是得過凡 所以我自己覺得沒必要這樣做 還有當你一經歷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頂到margin 夠不夠錢接貨 夠錢接貨 你還可以跟我說 我有錢接貨就行了 但是你整個帳戶的錢已經被人freeze了 你錯失了一個低位買好東西的機會 整個購買來是鎖住了5秒 關其餘 最主要是我們運用過槓桿 封制風險帝 是呀 就變成用大塊錢鎖住了來賺了一點 我覺得完全不值 就是這個東西一定要戒 一定要戒 真的很旺據 我說的 即是有誰的sir走出來 我可以跟他討論也做不行 其實真的沒必要做這些低低的 好吧 Alfred You are holding stock 100% Stock market is going down Will you use Mhatch Mhatch 我上次都說得很清楚 我拿正股那批東西 我是不搞它 它跌 只要它派息不減 我是不理會的 我閉上眼睛看不到 行不行 它減派息 我就很快就扔它出去 好像煤氣一樣 這件事沒有清楚 我不會有任何含糊的地方 要走就馬上走 不走就死 你想一件事 它能給你百利息 你十二年就叫回本 還有市場上一隻 一隻你死他都未死的股票 你怕什麼 百利息很快 當市況定了的話 立即有人掃上來 即是你當這個是一個study的一個case 即是你說一百零零 一碰一碰三個由一 立即有人給你掃上來 不是我掃 我那幾秒哪裡掃得動 但是去到那個位置 就有人自然會計 它派息又不減 差不多有七八 減了股息稅也有七厘 做什麼投資穩陣地 有七厘 而我扔過億下去有七厘 自然就有人要貨了 不用我講 所以我不會搞我那邊的股票 做什麼hedge 為什麼不hedge 我做一次hedge那個long put 其實可能已經等於我一年的股息 所以我不會在那裏做long put 你自己看一看 即是如果我真的跌到我三個三入 你跌到三個三 我做long put三個三 我想它收我一毛半指左右 我一年收息都是收兩毛多 我hedge 只有幾個月 所以變成我不會做hedge 我會分得清楚 但是其權就不同 其權我就經常會做hedge hedge shpowered long put 最好有保護 我覺得你有保護 就已經beta than j şey shortest bony 是不是hedgehog加 long put 已經可以大增傷保鏡 即使執害出去 為什麼有些人教人Naked Shop Put、債 Shop Put 你將Shop Put收回來的錢 扔少少買一份保險都可以吧 是不是要賺到這麼盡呢? 那你就脫身 有什麼事情起碼一爆 1820那一刻你輸少很多 有一個朋友說Naked Shop Put 一年內爆了四次倉 哇 青春期爆倉的 爆得這麼密 他一爆四次倉也很久 他也挺燈巧 那叫他不要做那麼多 還沒怕再爆 青春期吧算了 如果想收息 你不建議每個月 不建議不建議 我自己用短打的那些 你看完之後 你應該撲起來報外班就真的 我覺得短打都不知多過癮 短到真的一天 還有所有風險是計算的 我不會這麼傻 做一些利大本無歸的動作 就是贏了贏了少少 你要輸起來 就是整個account的錢被鎖住了 不做這些事情 稍後我再share多一次 好嗎 你看看 看一看 don't understand where hamish and sua share softball I'm not sure of the spelling 即是怎麽呢,lost,don't understand,short put for premium, 怎麽麽複雜的,有機會你再elaborate, 有時候看不明白,naked shopput, 好,跟著Andrew,你之前有個options dynamics, 做option trade的bet test,還有沒有用,有,少些, 少些用,這幾年我懶惰了很多,交給你們用, 好了,美股options,好像沒有裝價,是否比較難做, 價內角,難不難做啊美股,價內角,不難做,美股成交很夠, 嘩,不知幾夠啊,真是,要做什麽就做什麽,要平什麽就平什麽, 那個感覺很舒暢的,美股,問題不大,做美股, 好,你試試今晚,今晚試試做,你蘋果幾錢啊,174,175, 你做了160call,沒有問題的,絕對做到, 而且價錢是很合理的,問題不大, Terry,C1088over14%yield,price still up, 那price一直扯高,她的yield就慢慢扯低了, 1088的yield,神華這兩日升了很多, 我們options那邊都鎖了倉,但正猜我就沒有怎麽看她, 有時間再看看,她說她已經迷失了, 我迷失了,跟著我吧,跟著我吧,我是蒙羊人, 當你說nicked short pussy,迷失, 迷失是怎樣迷失, 即是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麽, 還是以往的經驗, 令到你的感覺不舒服, 還是什麽呢, 有機會可以再說一下,好嗎? 好,我們一路講又再回答你的問題, 好了,希望明天就, 阿Felix,希望明天可以不用做了, 這是大家的期望, 好,這個日子應該不知道多久, 好了, 也是學習期期的最大動力, 最大的動力,也是錢,非常好, 好了,我也講一講阿Felix其中一個東西, 因為其實都,因為講過學習過程, 學到幾好幾好, 但為什麽我覺得要學得好呢, 其實有時候也不只是她說, 我學到很開心,學到東西, 我就會覺得是好的, 我也會看她買賣的過程, 從而我也會分析到一些事情, 想到一些事情, 其實阿Felix做其中一隻, 就是1月28日開倉的, 就是今年1月28日開倉, 他做了一隻PFE, PFE即是輝瑞, OK, 他做了三張合約, 你看到我們做這些, short put 53, 2月4日, long put 53, 2月18日, 美股是有周權的, 周權就是每個星期五到期的期權, 就叫做周權, 2月4日星期五, 2月18日都是星期五, 他在1月28日都是星期五來的, short下一個星期, long就下一個星期的put, 這些我們叫做calendar spread, OK, 這都是我們之後的課程會詳細再教, 但當然了, 你現在問我這些事情是做些什麼, 我又講不到太多, 因為calendar spread這些其實,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calendar反正跟裡面涉及的都不簡單, 又給了八號三指, SB是什麼呢? SB就是我們經常這樣說, IB那個function, IB那個function叫做, strategy builder, strategy builder, 一套一套這樣做的, Felix做的時候應該是這兩張一起放進市場, 兩張一起成交, 不會只是成這張, 不會只是成這張, 是兩張一起成交到, 才會去成交的, IB不會只是和它成一邊, 不成另一邊, 就是strategy builder 最大的功能, 負是什麼呢? 負是給錢的意思, 就是它做這套 trade, 給了八號三指, OK? 而這套calendar spread, 最大的虧損就是這八號三指, 八號三指, 這裡給了八號三指, 這裡給了八號三指, 美股一百股一手, 乘一百, 接著它做了三張合約, 再乘回了七個百, 所以做這套 trade, 最大虧損是一千九元港幣, 一九四二港幣, 這就是我經常這麼說, 最大風險一定要清清楚楚, 不能行糊, 而我經常說要計算的數就是這些, 沒有其他, 可以嗎? 即是不需要你計算什麼, Brasco, Binomium, 那些太深了, 我都不懂, 你常常只會計算, 這條數就可以了, 知道成套 trade, 最多輸多少, 可以嗎? 最多就是輸一千九元, 好了, 再下去了吧, 好了,開完這個買賣之後, 中間經歷了很多動作, 期間曾經持有十八套 bear put, 即是由三套 bear put, 三套的calendar spread, 發到十八套的 bear put spread, 這些就是我們要教的, 課程要教的, 就是這些bear put spread, bear就是看跌, 或者叫做看淡的意思, 就是看股價會回的, 就是會跌, 用put做的spread, spread的意思就是說, short put and long put一起做, 或者short call and long call一起做, 這些就叫做spread了, 那它曾經是有十八套 spread在手的, 即是三套發到十八套, 可惜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股價去到三月一號, 轉勢向上, 一下發上去, 手上的所有bear put spread, 就變成廢紙, 那麼去到三月二十五號, 即是上個星期五, 是不是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就再沒有持有任何輝瑞的合約, 而到最後, 它整個輝瑞的trade, 是贏了六毫二指的, 乘一百股, 乘三張, 乘七個八, 那贏就贏了一千四百五十元, 咦,這樣也有得贏? 是, 因為發上來的時候, 其實它做了很多對沖, 做了很多goal call的對沖, 所以它鎖住了某一部分的力量, 那它到最後就贏了一千四百五十元, 好了, 我們看看股價圖,好嗎? 是, 幸好貨幣了, 不貨幣就真的, 是, 不貨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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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上來share, 哈哈, 但都控制在初次風險, 低於初次風險, 那個範圍, 是嗎? 好, 1月28號, 這就是PFC Pfizer, 廢除了, 那麼, 當日1月28號開倉, 這個股價, 看回左上方, open high low close都在這裡, 股價收54.33, OK, 54.33, 這天開倉, 其實我覺得都, 很漂亮的, 你在左力位開倉, 即是股票其實, 有些down trend的感覺, 彈上來去到這個位去開倉, OK, 中間一直做了很多事情, 中間這段, 我們不敢在這裡說, 因為說完之後, 你們真是會打完結, 因為昨天, OI, 都可以很頭暈, 那麼, 我如果搞完中間的事情, 大家真是會很痛苦, 那麼, 你容許我們刪除中間這段的東西, 下午有一天, 如果你真是成為我們SDU的同學的話, Felix是我們的Tilter, 你拿回這條題目給你回答, 是嗎? 即是將 trade 丟回給你們, 計算, 計算每一天, 究竟風險是多少, 最佳記在什麼位置, 最差記在什麼位置, 他非常樂意的, 這傢伙竟然敢拿我們第一屆的師兄Tony, 做蘋果的個案子, Tony 的個案子很精彩的, Tony 是, 即是你看回我們youtube, 我們有上載他的一個訪問, 也是去年九月尾的, Tony 是去年六月十號,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他做AAPL 蘋果, 他做這些calendar spread, 開倉的時候, 給了一個四紅三美金, 做了兩張, 一個四紅三美金做了兩張, 成一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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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七個八股, 成一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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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七個八股, 即是他在說, Tony上年做蘋果, 從六月trade到十二月, 用二千多元贏了過十幾萬, 這段trade是很精彩的, 即是Tony是我們的師兄, 他買賣期限很多年, 六七年了, 上年第一季就加入了SDU貨程, 他加入之後, 就開始把我們那套的方法放進去做trade, 我經常這樣說, 贏不贏到錢, 都要看股票的股價順不順勢, 就不就你, 就的時候是可以這樣, 這段二千多元上到十幾萬, 是四十五倍的, 是贏了四十五倍回來的, 蘋果的股價是一直走上去的, 跳一跳線去回蘋果, 剛好講開了, 6月10日大概在這些位置, 大概在這些位置做, 順勢一路上一路上, 回過一陣, 在中間做了Hedging, 接著一路上去, 抽到十二月尾, 差不多這些時候, 整套trade完結了, 四十五倍, 我告訴你下次真的這樣順勢再上, 你不會再用二千元做的, 第一次是二千元, 再做的時候, 五千元一萬元, 你不可以計算, 一萬元落就四十五萬, 我們有時候贏, 這些叫做大勝, 這些大勝, 我們不是股價, 我捉到那個棍, 他gap up,gap down, 我捉到他, 不一定是這樣的, 是可以一條單邊一路上, 一路上,一路推,一路爆contract, 一路吃進成單邊, 這個case是很精彩的, Felix竟然夠膽, 問他拿這套trade來計算, 我現在還計算了, 計算了幾個小時? 計算了三天了, 三天了已經好, 記得計算好聲音給我,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去回輝sir的case, 中間有很多事情做過的, 他中間加contract鎖, 由開倉時1月28日, 這一天開倉三張, 推到六例這一個位, 3月1日, 去到18張, 六倍合約, 這個是我們整個sdu的concept裏面來說, 最重要最重要的位, 贏大錢從來是要靠張數, 不時靠你判斷股價的高低位, 一定要弄清楚這個point, 你不抹走這個概念, 你永遠不行的, 因為你判斷高低位, 你不會十次十次中, 十次你中五次, 你已經很厲害了, 我是差到十次, 即是兩次三次都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夠贏的了, 你不是靠你判斷高低位準, 這個東西是不會準的, 如果我知道這個是低位, 這個位做long call, 我早就發了, 你不用搞這麼多東西, 不用什麼推什麼, 又爆什麼, 什麼都不用搞, 就是因為我們不會抓到高低位, 即是有沒有人71元買到阿里巴巴, 有的舉手了, 你很厲害的, 71元你夠膽入市買阿里巴巴, 對不對? 所以變成這個位不是我們去抓, 我們也不是要抓這個東西, 而是中間我們要靠爆一個很厲害的合約, 數目, 而我們贏中間那一段, 其實在這裡爆得很漂亮, 但是中間怎麼爆, 我們真的說不到, 但是到了這一天之後, 很明顯看到股價, 從這個位置一路抽上來, 甚至乎到了這一天, 一支大洋竹, 也不是一支大洋竹的, 有一點點調住, 但是是穿了這一條線, 這條線是阻力線, 穿了阻力線, 一路向上, 沒有回過頭, 昨天還升多一點, 所以變成它一路用潑座, 一路看淡, 去到三月頭這一支棍開始, 已經開始在轉勢跡象抽上來, 導致到最後, 他成套trade, 是贏了六五二支, 這麼大把而已, 行不行, OK, trade的過程就是這樣, 好了,我想問問大家, 覺得如何, 這個是Felix的trade, 請記得留言, 我們看看你們的問題是怎樣, 這樣兩人了, 還有六個 comment, 先看看吧, 現在有畫面了, 是不是都要很貼事做操作? 我喜歡看Flying Tiger, 我很喜歡睡覺, 我很喜歡訂飛錶, 不太貼的, 我告訴你, 其實我的東西是, 做完就放在這裏, 偶然改一下價錢, 撿一下撿一下就算了, 我愛他, 不代表我經常見住他, 是不是, 雖然變成不是很貼, 最初我自己都, 玩得瘋了, 我對著美股玩到三四點, 但現在開始不會了, 即是點半鐘左右, 我就行不行不行就算了, 但是結算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清掉所有東西了, 如果信心, 只做浪, 不斷推高strike, 不時更好, 為何要做spread? 這就是你要改變的地方了, 這就是你要改變的地方, 你爆不了contract的, 不斷推浪, 你爆不了contract, 你爆contract, 不斷用這個盤去爆, 因為當你股價一路升上的時候, 有可能第一, 這個盤是高了, 第二, 當股價一路升, the strike price 一路大, 同一個ATM的cremium都會貴了, 你爆不動contract的, 你爆contract, 你要扔款, 你唯有就是用lady spread, 你才有空間去爆contract, OK, 慢慢明著先, Herry, risk control, 非常之重要, 初學在港股做是否合適的? 是否合適的? 初學? 初學, 其實我覺得美股反而可能是合適的, 因為操作循環短, 它的周權, 港股就慢一點, 是的,慢一點, OK, 其實我同意, 我覺得玩港股有一個好處,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出生, 香港成長, 變成你對香港的股票怎樣都好, 熟悉程度會較高, 但是除了這件事是優勢之外, 我就看不到有任何優勢, 還有第二個優勢就是生理時鐘, 但是當然有些同學要上班, 其實我生理時鐘都幫你補, 你四點鐘收市, 你還在做事, 你都平不補倉, 我自己都很推薦一些同學做美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Felix都說了, 你周權, 你的轉動會短很多, 你中間做操作會快很多, 你才有機會鍛鍊到, 因為其實我是這麼說, 你不是想我聽到某些信號, 某些策略就必勝, 不是的, 是中間你要一路做, 一路揣摩, 一路把握一些機會去做事, 慢慢學習, 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為主, 學到某一個階段, 你自己開始感覺到,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好得心應手的時候, 才再講賺錢, 都未遲, 不要這麼急著, 越急越容易出事, 所以當你做美股, 你才有較多機會去練習, 即是一個星期很快去過, 我上四月五開的倉, 星期一我短帶已經不能倉, 有些我要轉身的, 星期五開, 星期三我已經可以轉了, 但是港股由於沒有周權, 你唯有就是三月踏四月, 你很多時候要移到三月, 中三月尾, 你才可以行動, 所以變成你練習到的機會是時候, OK, Teresa, 若開倉時買了, 但股價仍然向上行, 即是Longpress有什麼方法, 可以救回? 錯片中就不理會, 是啊, 時光倒流就可以了, 不想的, 不想的, 因為你做任何事, 其實你的Worst Return都會差了, 是, 即是有些事我們要放手的, 即是我經常覺得做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事你要堅持, 但有些事你要放手, 你要給任何人還要快放手, 人生永遠就是一個堅持, 放棄中間的一個取捨, 有些事不對勁, 你真的不要搞, 我們也不會浪費時間, 處理這些Losing Trade的, 你做Longpress錯邊, 沒話好說, 有去死, 有誰不死的, 你見我說得這麼輕鬆, 因為我做Long的注碼是很小的, 可以嗎? 這個我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和認同, 因為你栽培好一隻, 中邊爆contract的Trade, 你發覺他贏回來的Return, 是夠蓋你所有輸的Trade, 蓋你所有東西, 蓋你一年的花費都還可以,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 在你這些不值得浪費時間的, 臭男人身上, 錯了邊的了, 不要教他, 千多元就是關鍵, 什麼千多元就是關鍵, 即是精銀碼不大, 我想大不大就相對你自己的帳戶來看, 總之做Long來講, 一定是資金不可以佔你的帳戶太多, 總之我自己的帳戶的尺寸, 我做一次Long, 其實香港帳戶如果真的做Long, 我大概40柱裡面來說, 有4柱是Long, 最多都是這樣, 有時候手行做多2柱, 但每一柱4千元, 5千元, 最有信心的就是8千元, 不多的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忍受, 不要亂這樣Long, 因為Long, 書本的機會是極高的, 自己要小心點, 這個東西, 先看看, 答了沒有, Spread price, 闊過紅海, 魔妻分紅海, 港股是的, 港股好, 但美股你發覺, 很貼的, 貼得很緊要, 很漂亮, 好, Alfred, Alfred, 每次的段時間都這麼長, Can we just set the spread position, before market open, and without state legs to watch the US market? 你可以再做一次的時間, 你不會再做一次的時間, 你未必要做一次的時間的回應, 我不會太建議, 你等它開了試才行, 現在9點半開始, 好像昨晚, 我結束了你們的工作宵, 差不多11點, 我就落本了, 我落本了之後, 其實我已經離開公司了 其實我下了六隻或七隻 有些平倉有些開倉 其實我下了15分鐘 然後我就搞我的power one power one 其實是剛才6點才做 又搞了這輛路 然後走到尾班車就回家 我下了一本其實很快脆 下了就放在那裡 然後回到家就吃東西 看電視 放鬆一下 然後就用手機開一開IPKR 就是IP的APP 然後就看下哪一張成了 哪一張未成 未成的那些 加點減一點 看成不成成 成成 成 成 等今日 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其實已經很蠟絲了 我這種做法 你算了吧 我已經這麼懶 你跟我這個方法都合理地 應該都夠懶的了吧 我經常被同學說 他認識這麼多啊sir 我應該是最懶那個過來的了 其實不要再超越我了 我也很過分的 好了 Felix曾經持有18套Bearput Spread 他想追跌賺不敬 看什麼指標追升跌 看什麼指標 沒有看什麼的 憑感覺好像你隨心滾下去 因為你看任何指標 其實你都沒有100% 你感覺看到拉幾條線 OK就沒有風險 OK就做 基本上順著勢 你懂得做對的事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太貼到股價去影響你 今天對你沒有利不代表明天對你沒有利 我看看股價圖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Felix這麼說 我自己得到大概 這就是Pfizer的股價圖 抱歉 好了 一路他吹下來 他1月28日開倉的 28日是這一天 開倉 似乎在下跌了 跌穿了支持位 下來彈上阻力位 一路撒下來再彈上去 合理地 你問我 他走跌跌就應該這樣滑下去了 但是當然他有可能不走跌跌 有沒有可能抓到他不走跌跌這個位 我抓到我就不用坐在這裡了 是不是 你想一下是不是 教班人經常被人喘 就說 他這麼厲害自己稱讚 小鬼教 你都聽過這些說話 不是錯得了 所以變成我從第一天開始 我從來沒有說過 我抓到高低位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說話 所以這些評論是不適合在我身上 我認同這句說話 我抓到高低位我就不用坐在這裡教了 是吧 我都不會站在這裡教 我不用在這裡教了 是吧 我還不用說這麼多話嗎 我罰了 你有錢過李嘉誠 是吧 你想一下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多少錢 45個多 我知道這個是低位 我埋藏樓做廣告就行了 為什麼教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會抓到 他上到這個位 可以升穿的 去到這個位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升穿一是繼續 我講完和沒有講過 是沒有分別的 是不是 但是 他無論如何都要相信股價 是繼續跌 他才有可能掌握到 他之前開的那道交易 原先那個trend 一直下降 是不是 你不要管到最後是不是 總之 你順勢會跌 但是我要做Hedging 到最後不是跌了 不是跌就再來過了 再部署過用Call做 現在再開個倉 用Call打印銀來做 對了這樣發生 因為當股價一直插下來 他轉勢上那一刻 從來不應該有人抓到 不是我們這些散戶抓得到 我們不要這樣想 你說我們跟著什麼指標呢 其實我大概看著這個阻力位 這一棍差不多要滑下去了 但是當他這一刻竟然這樣抽上去 成交量也都增加了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這隻股票已經進入一個轉勢的階段 但是當時有股價50個2.7 Felix最強的那套散戶是 不算是44% 不算是42% 這樣有沒有記錯 50元那一刻 其實你不能回頭 你平倉也沒有錢收 有鬼得 反正都正在掙錢 那就事故爛彈 你撞到轉勢那一刻 給一些人 不要每次都要你拿 行不行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Philosophy 所以 不是說對不對問題 而是我們這樣做Tray 很輕鬆的 不執著 很輕鬆 那不執著的意思是 當我現在升上來 再用Call 戴安近郎 再做過 戴安近郎又是另一種組合的名稱 那我不在這裏講太多 OK 好 還有你 基本上 你做到這樣的時候 你已經不會 不會 再 害怕 即恐懼 已經知道自己的回復 那你很放心 你拿著這十八套 即是十八套的東西 是啊 因為你全部都計算了 正住成本 你給我就給 你給我就繼續去的了 你不給我就 全部變廢 就再做過了 是啊 有這個心態 這個心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就是怎樣找Felix做這個sharing呢 因為 他Trade了借兩個月 我看完這套Trade 我不是說 他計算的東西 我已經不看了 我當他適合 他計算的東西其實很好 很小心 計算得很準確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我看完這套Trade之後 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他 How do you feel 我先問他的感覺 他的感覺是出奇地冷靜 冷靜到我覺得有些冷血 他真的不像一般的投資者 真的挺冷血的 但是你就是要這麼冷 你才可以這麼冷待 這些所謂的賺 你才可以很輕鬆地過渡 而大家很深信背後 做這些Trade 真的是我們那個Stat 10次輸5次 而他這一次是贏的 其實你應該感恩之足 你就會很開心很舒服 睡得很舒暢 他的樣子不像假裝出來 像是真的 好了 Spread 一般都是一起開效 過 不是 你如果Spread 有些喜歡偷價那些 做完將Long Put 等到股價跌加Soft Put 那些那些才厲害 但是我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第一 浪費時間 第二 我玩美股 尤其是港美股 我最喜歡就是Strategy Builder 對一對這樣做 你做完將Long Put 你希望他能力 去升呢 你又會怎樣 立即站在那 不然站在那 你也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 君子不立為場之下 我不會令自己那麼辛苦 我做Trade是要 很逍遙很輕鬆 長遠穩定地 是賺到一個你很害怕的回報 When will you go to bed When you trade US option Will you wake up Down before the US market close in early morning 幾點睡啊你 帥哥 有時很早 幾點 1點前都睡的 基本上 有時看了看 那一天的時間 咦不適合 看都不看就走去睡 就走去睡 是的 之前我自己就玩得 瘋了一點 研究多一點 更晚了一點 但是這兩個月開始 身體又差了 那又做了一份 看完《Flying Tiger》我就睡了 即是現在看電視劇 不用看劇 什麼都要看的 那煲一下劇 發一下夢 吃一下東西 攤一下 就很快過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基本上我點半島 點半島 我習慣了這些時間 我就會 會關機 要做就做 即是有些東西做不到的 我就加少許假 加完我就不理會了 明天成就成不了就算數了 所以你說會不會 就是天亮起身 彩虹都熟 不會 絕對不會 理念重點都是風險控制 自然不怕 做 是沒錯 但是 理論 理智 是這樣 實際 從SDU同學身上 我看到的不是理論 也不是理智 是極度的不理智 極度看到那種 那種市場情緒的威力 在帶動著他們 Felix 因為順勢而為 而開18套 Bear Put Strike 是不是順勢而為 我們做Trend Trading 是順勢去發下去 是的 對的 一定是這樣 但是你順勢也有轉那一下 沒有想過順勢不夠 過多月這麼快轉 是的 不過轉就轉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我們用另一個方法再應對 通常坐到到期才吃糊 對嗎 那就不一定 看這個Premium 真的 不一定 我們看有沒有優勢 有優勢有時候不會坐到最後一個 OK Stephan Up Trend Up Trend 是不是通常爆得比下跌 因為始終會回歸股價基本面 是不是 嗯 偏向Up Trend會比較容易 因為跌通常 急 太急 是的 太急你的時間短 因為我們做這個Trend 我們通常都是用calendar 單元開倉 贏時間值 你要贏時間值 這個帳戶才能夠穩定的 所以變了我們贏時間值 就在短短的Gamma 這些就是Grease 你不要問了 Grease 我覺得也挺複雜的 我們在短短的Gamma 我們希望股價不要大幅波動 但是你股價 主高位撒下來的那一刻 是下得很急的 高位散貨永遠都是走火境 當然是快的 難道還搭著前面那個同學的肩膀慢慢走那一隻嗎 所以你散得快的話 股價下得急 對我們不是最有利的 Up Trend才是最容易做的 Eric 請問calendar calendar spread開第一下 long call 為什麼不開遠一點 這樣延續性不是可以來一點 更大彈性 除了call少一點 有沒有其他原因 有沒有 嗯 其實也不用開這麼遠 因為我們不斷做 其實我 我開頭那張long call也是18號而已 嗯 我後來 不是不是 那張long call也是18號而已 嗯 我之後一直延續下去 拉到去 3月25號 嗯 我們可以一直延續出去 不用一來定了自己的 期系的那個位置 嗯 其實 你短有短好長有長好 永遠沒有一個 必然的答案 你如果將要拉得太長 你給的優惠就越來越多 你的風險就越來越大 你短的加賣也都越來越大 你股價動得厲害對你就越不利 總是有兩面雙面人 有好有不好的 但是我們玩美股 其實就是貪他的周權夠快 如果你玩美股 又走來三月踏四月 不如又玩港股 所以我覺得美股最難能 很貴的地方就是周權 我們動股的速度可以快很多 如果全面廢紙 輸多少 那個贏的錢已經是 減掉廢紙的成本 所以就贏6號 6號2 6號2 這真是阿Francis 不好意思 因為太長了 我在這裡說 第一 講到十二點 第二 很多同學就 就很痛苦的了 所以這裡 我們為什麼刻意不講中間的 東西呢 就是我們想避開這個 這個 sharing 去到泰國的一個 technical的層面 我們總是有些東西要取捨 不好意思 但是這個 我們之後 如果是 取消了我們的課程 我們就一定是慢慢嫁 找回Tilter Tilter很樂意將自己的 買賣share 給你們去看 OK While setting spread pair to limit exposure How to unlock the position When market becomes favorable again 其實favorable不是 那個market給我 是那個premium 那個premium的改變 會在一刻 可能變得對我們很有優勢 我們就把握那個位去flip 就是他去做一些flip 就是做一個動作 去動它 但是這個也都很technical 所以我們也是不敢在這個位置說 但至於中間我們就會這樣去做 開到calendar 其實中間我們就等一個 很漂亮的位置 就是我經常打個比例 好像踢球那樣 就是偷個球進去 你又要突破越位 你比球那時的timing是很緊要的 你的隊友也要跟你很合拍 就是當你看到那個位 這個位置一偷進去 你的隊友先跑進去 對方的後衛未縮得及 你就突破到越位陷阱 其實跟踢球是沒有一樣的 我們就等一long一shot 那個premium的改變 其實會突然間為你那套trade 製造了一個異常不到的效果 我們就要把握那個位 去做事 當然我說到這個位置 不要說一定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說什麼 但是你做一個trade 慢慢我會教你們怎樣看這些東西 就要等那個優勢的出現 美股周權是否星期一開始 星期五結算 星期五是否收市結算 是否收 前 收市前平倉 是不是 不一定放到尾 我們不一定放到尾 但是星期五 結算當日 你入了假的那些 你不要不搞它 一定要搞 但是你又不要說星期一開始 期權的東西哪有說是一開始 如果吃到那18張 就是 那裡 那裡18張金的2元 你6張的我記得 有6張是2元 很多的 就是相對投入的資金很多 你約15000-16000左右 那一刻如果吃到那一刻 但是我會繼續 繼續下的 如果是 Raymond哥你算到了 他長期投資44叔 Raymond是我們Q1的師兄 長期投資44 short期投資42 持有6張 他一路計算的PPP是3張 這個是師兄我去跟他說這些Dragon 所以你會收多2元 6張就是乘以4元 如果你真的 拿到那套Bear Put的話 你會收多4元 乘3套 乘1.8 乘7.8 OK 很多問題 非常好 問多一點 但是中間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始終技術的東西都很複雜 我也要 照顧整體同學的水平 Felix 我真的不敢說 太複雜 因為你會令到 100個的 原會者有70個走了去看外人家 所以我就要控制一下技術的水平 OK 最後 Felix 的案件就賺了路易子 變了廢字 Bear Put的成本全部計算 他都還賺的 好了 有什麼感覺呢 我問過Felix 他是沒感覺的 他都很幸運有鎖倉 如果沒有鎖倉 就什麼都沒有了 真的要輸的 好了 很多人的感覺就是什麼呢 白做一場 只有做字 是嗎 我跟Raymond 你問過 Wales Fargo 是嗎 WFC 你傳給我看的 你爆得很漂亮的 但是 但是到最後股價 又是轉勢 所以收不得回 但是還是贏的 贏了一點 我也跟他說 你要爆他一股厲害的贏大錢 你就有心理準備 他爆不了的話 你沒有大錢贏的 這個是必然發生的 不過你還是做正數 就當這樣減回自己 這件事也是合理的 當然 在我們做交易的過程 你不可以爆到 由10張爆到100張 200張 500張 去到500張那一錯 真是什麼都沒有的 你中間也有一點點要平衡 但是給Felix 的案件 因為開始了不久 三張落18張 去到這個位置 他還撈到六號二指 其實是合格的 OK 但是有些人也會想 第二個方法就說什麼呢 為什麼抓不到轉勢做廣告的 我剛才解釋了 我抓到我真的不用坐在這裏 所以我要記住 我這位sir從來沒有說過自己 抓位抓得很厲害的 抓得厲害我真的不用教你的 我也不是收九千八一個月 收九萬八都還不行 如果我真的抓得準的話 如果你又跟我說你抓十次 十次都準的話 我還給你也還可以 不過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准 拜託你還給我 是嗎 就是你又覺得要搞清楚 不會有人真的抓得準 所以你自己也要慢慢調整一件事 不要將自己那些所謂技術分析的能力 擺得太高 你要記住 我們只是散戶 我們是散戶 你記住我們是散戶 散戶又沒有錢又沒有資金又沒有科技 又沒有知識又沒有技巧又沒有心態 白毛 你什麼都沒有的 你有的只有一個爛命 你憑什麼畫那幾條線 看某些指標 你就要看到那麼多東西 沒有可能的 做人要資定 我不知道這樣說 合不合聽 我知道中間有些同學 一些technical 我覺得他很有那一套的 他甚至我覺得我今拜下風 但是我今拜下風 我不覺得我贏錢比他 你要明白中間那個分別 不要太過 相信你自己做的那一套 當他有真正一錯的話 你發覺 這個世界是完了的 希望你明白我什麼意思 我沒有特別的 沒有貶意在這裏 但是不要太過相信某一些所謂的指標 第三個點是什麼 大火箭的看著我們來打 這些那麼低B的說法 我沒有興趣採他 喂 零和遊戲不看著你打 看誰打 問心那句 又或者他根本都沒有空理你 我有我的路要走的 就沒有空理你 但是你又經常把各個 地球覺得整個地球要繞著自己轉 這些自我中心 最難搞 沒得說 我說什麼你都推翻我了 那我也唯有學識 收聲 另一些 阿sir 說這隻要升的 你還看跌什麼 這些更加也是廢話 這個世界 難道全世界人都看跌什麼 全世界人都看跌的話 就不會有人提升 不會有人提升 不會有人提升就不會有人不買 沒有人不買你沽給誰 一定有人提升有人看跌的 這些又是廢話 我見很多同學做完一些 其實有時候 看回他自己做了 他們的評論是令到 百思不得其解 這些不是evaluation 這些是廢話 或者 不知道什麼說話 沒有意思的 這些說話 我們如何evaluate to trade 不是這樣evaluate 如果我和你這樣evaluate 其實我騙你 會比較多 OK 記住 你要改變你們的投資結果 首先你要改變你的想法和思維 否則你上了全世界所有堂 你的結局都是輸 我保證的 不要浪費錢 不要浪費時間 你一定要改變自己 你不肯改變自己 我也幫不了 好了 他這個個案 我帶出重點 希望大家真是明白 第一點是散戶 不是想怎樣贏 是想怎樣輸 你記住你是散戶 你要想怎樣輸 守好第一關 風險管理是我們第一 也是唯一的救生員 你連這件事你也不握緊的話 你一定沒有運行 謹記這個點 第三點 做大事想賺大錢 就要有做大事的手段 Felix這個案子 他爆他18張 爆到的話 其實不是那18張贏多少 是18張之後再推下去 36 很普遍的 他還有那套spreadmark 2元 再推下去36張 就是打近了 我想像到這件事已經是這樣 18張再加36 50多了 3張可以拌到50多張 很誇張的 所以做這些 就是你想做一些trend trade賺大錢 你去到這位 你要夠狠 但是當你收不到那個那麼驚人的回報的時候 你也要淡然處置 你不要放在心上 很正常的 每次爆交易 每次你都要贏大錢 你罰了很久了 是不是 第四個點 盈規並存 有贏有輸才是正常的 在這個個案子 其實根本就不是輸錢 他也是贏錢的 他搜得到六號幾指 很聰明 轉世的時候搜六號幾指 我都未必做到 我問心一句 所以我們有時候見到 輸錢的trade 其實我也是很冷 我沒什麼感覺 只是let go 因為輸多少 我又不是整個帳戶 沒有了50% 我整個帳戶沒有了0.1% 這就是 鬼怪地叫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同學很緊張 輸贏的問題 其實 輸的那筆錢不是很多 可能輸三五百 輸一千 唉又輸 就是經常說這些說話 其實 我明白 其實它不是在乎 輸的那一千 是因為他的工作出現了問題 他的人工減了 被老闆炒了 失業了 說生意很差 他還要養著員工 還要頂著鋪裝 他就把這些壓力 放進這個options的trade上來 所以就有這樣的反應 但是我想說 你一定要把兩人的東西分開 你日常生活面對的壓力 面對的問題 是一件事 做trade又是另一件事 你不可以這麼快把兩件事 混在一起 所以我經常說 做一個 職業或者全職的交易員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OK 還有要回顧 最後一個項目 要回顧和反省 他整個做的過程的買賣 有沒有犯下低級錯誤 而不是只看結果 不要經常看 一刀就贏得這麼少 一刀就輸少少 是這樣的 不只是看結果 看結果的小鬼 你看什麼 我不懂得看 我有魅魅 是不是 就是小時候 就是 考人士 給他成績給爸爸 爸爸看 爸爸在禮拜 又不會的 之後看 這科80分多 這科為什麼這麼差 只剩40分 這科70分 努力一點 這科90多 下次繼續 不用你說了 我自己也會看 但我不會怪他 因為你知道 我們上一代的父母 全部都未必 有很高的教育水平 他們都要賺食 也都未花很多時間 去了解你的情況 你遇到的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 這個我們明白 但是我們現在 是很主動去學一種新的技能 你就要用一個很深層的角度 去了解和分析 你做這段交易做成怎樣 而不是只看他贏呀 輸呀 這樣去看一件事 是不是 好了 他成道交易我自己這樣看 由第一天開始最大 虧算的風險 就是1942元 我把整套交易 從來沒有一刻超越過這個銀碼 開倉最多輸1900元 最大就是這1900元 一直風險在減 甚至到後期 根本怎麼玩都不會輸出去 這個就是風險管理 是不是做得好的地方 第二 第二個點 股價抽升轉勢 最後不用輸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他扔八豪幾次開倉 都會贏六豪二 其實以Return Rate來計 七十幾個百分比 很多人撞對這些轉勢的位 是要輸的 我也有些情況要輸 他這樣贏到倉 覺得厲害了 第三就是說 他這個案子 還可以賺 其實期間是因為 用沽喊鎖倉 我也說不好意思 因為實在太技術 如果再這樣說 你們真的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可以做了很多風險管理 保住盈利 所以你們要學是學 風險管理怎麼鎖住盈利 但是這個是唯一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好了 在沒有增加風險的情況之下 增加了六倍的合約章數 這個是賺大錢最重要的一步 賺大錢從來不是 低渣高僱 賺大錢是 我們看到 我們捉到 它有一個方向出來 而中間我們是用一個有限的風險 一路推一路爆 爆一個很大的章數回來 到最後你就是贏過一個章數 舉個例子說 估計10元升了上100元 升了9倍 很厲害 10元拿100元估就漂亮了 這些永遠都是發夢的時候 得出來的答案 但我不是要10元 拿100元估但是我拿一張合約 我是要拿100張合約 我只要中間20元升上30元那段 就贏了 我之前 美團也是 2020年7月10號星期五 開美團第一下 是做10張 去到後期是130張合約 那裡已經貢獻了差不多120多萬的 所以中間我們是贏了 是贏了張數 控制著風險 爆合約 是贏大錢 最重要的一步 第二個點 最難搞得怎樣的就是 賺不賺到 不是你作主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改變到這個世界 你自己連盤 你都未必改變 賺不賺到不是你作主 是天給不給你 你要做的就是 每一次做好你的本分 天總有一次會給你 你相信我 真的會給的 向你最不開心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的 在你最開心的時候 給你一點點 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 上天的安排 所以記住不是你做得對 就一定要贏錢 所以記住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做對的事要輸錢 第二個點 有沒有試過做錯事贏錢 現在做對的事 Felix這個案子有少許營利 不是應該要資足嗎 我們要資足 但是不要滿足 我們要明白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不要停在這裏 繼續把六熔二發下去 再做PFE 繼續再玩下去 不用怕 OK 其實我們最怕是甚麼呢 是做錯事贏錢 做錯事贏錢的 最佳例子是甚麼呢 我現在走過去做 我都贏的 經常都贏的 如果我真的這樣做的話 但是 我發覺贏的話 好 那就繼續做 其實是錯事 但是有哪個人可以回答你 你甚麼叫對 甚麼叫錯呢 竿響其圓的世界 我可以回答你 但是別人當然不敢留言 但是我會回答你 你這樣做對 還是不對 這件事我覺得 大家的心態上要 遙扎反正 我很想透過 Felix這個案子 我覺得做得很好 好幸好第一 嚴控風險 第二 是曾經嘗試 放膽給自己去爆 有些同學做交易 為首為美 做來做去 做一下 熟一下 做一下 熟一下 不知是縮來做甚麼 黑鬼 去吧 放吧 就是我叫你放的 叫你去的 不是叫你亂做 但是要放膽去 這個案子 一個新人來說 他做得很放的 但是放之外 他不是亂 就是他全都計算了 更難能可貴的 就是最後轉世屈上去 他真的冷血到沒有感覺 這些才厲害 比我當年更厲害 沒有甚麼補充 沒有 總之 就是 不要太在意 虧損和盈利 你太在意 虧損 你見到自己有少少盈利 你就會縮的了 你不會有膽再發下去 那我們 那一套其實就是 要 要利用它 去令到章數更加 佩戴 佩戴章數 有些人說甚麼佩化利元 我不是佩戴 我是拘捕的章數 跟著等股價走一走 送我這程 甚麼都可以的 一定是七位數 你總之信到那一刻就是七位數 但是當然了 是不是每次信 當然是不可能每次都信 都信 好了 先回答問題 Ben 這就是 重要的 理念 我都不知道是我的理念 我覺得我自己有這麼多耶穌很煩 他的策略就是在這個角度制定策略 這句說話 他的策略就是在這個角度制定策略 心態決定境界 是心態最難執 心態其實 或多或少是 被你們以往的經驗和性格所影響 有時候我會這樣看 你們的心態影響到討論 但當你如果討論得好 你有能力有可能 改變回你的心態和性格 我覺得可以回頭 但是看看你究竟 在不在乎其權 真的好看你自己 用多少資金開始比較理想 我沒有定價的 你十萬二十萬五十萬 或者五萬都可以做到的 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那筆資金 是一些不等用的錢 似乎有同學 即是 TradeTrade 突然說 我不Trade 為什麼 你傷殘了 你傷殘了 他說不是呀 我老公要買樓 要拿些錢出去買 那我就靜了 我就說 第二有錢不要告訴老公 有錢就自己來 那為什麼說這麼多 你這些錢 是不等用的 不會無緣無故 要給別人 也不要告訴別人 你有 要低調一點點 總之那些錢不等用 你放在這裡就可以 但如果你說 不是呀 我交租 我都在這裡拿錢 那你不要搞那麼多 你如果真的 那麼等錢花的話 我只有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這些短打 但是 你等錢花始終的壓力 真的是很大 那我就 我要看一看 你們這個問題 即是你始終的 坐貨能力 心態太弱的話 做什麼都很有問題 但是 當你這件事不是問題的時候 你的帳戶 五萬好 十萬好 都是一個好的資金 如果開始學習 要學習 可以推薦 一些好適合的 記憶書 我已經有 記憶書 有沒有什麼好書 看書多 我不看書 真的沒什麼 我都是上網看一下 即 那些操作 好像 即是你那天說昨天奇權那些基本操作 你是去到 已經想也不用想 已經知道 關係是怎樣 你打後就會容易去理解 因為很多組合 嗯嗯嗯嗯 OK 你問什麼書? 其實我又想不起有什麼書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又沒有什麼明顯的推薦給你 但有些同學就跟我說 不如你寫一些投資心態的書 但你也知道我真的不喜歡《冷氣之筆》 我的字又噁心 經常被同學笑我的字噁心 你那群阿J 經常笑我的字噁心 還要說我的字 這麼噁心都可以這麼自豪 這樣才厲害 我也說 我小寫了 變成這個題目有機會 但有沒有什麼書 我真的想不起 我真的想不起 我現在反而就很專注在研究 我很煩的東西 但是我去到這個層面 其實還有什麼書可以幫到我呢 即是我會想我 我很少想《Beginners》 但是《Beginners》我覺得 其實我想暫時你如果看完我的影片 你應該都很夠明的 我不敢說其他書好還是不好 但我想不起 為什麼呢 《Use long put to push up》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要用Long call 不要太多Long 我不是介意你做Long 即是你如果十柱做一柱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習慣了做Long OK 看了幾本書之後 都是回來上課 KCSO 是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封閉書是怎樣 都不看了 不管太多 Marco 我都是新手到Henrysert 你啊 你聰明 外面看多少書都學不到 這一套 啊 又多個妹 我喜歡你一些 Marco 都是聰明 都是我Q1SU的教學 聰明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在於管理他的金融 都OK 我聽你說過幾句 都道家 但是有機會大家多些交流 Youtube Channel 24條片多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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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真是 good妹啊 除了影片 YouTube is very good try to learn yes 沒錯 沒錯 多看一些 影片都搞了九個月了 因為 唉 我又要教一些BB班的東西 我樂意的 但是當然不是我 first priority 科學家算是喜歡研究的 研究完之後 接著下去做實驗 實驗完之後贏錢 我試過一隻東西是輸的 但是拉回雲 其實整體的實驗都是贏的 很有滿足感的 自自然 他就較少會回頭去教BB東西 但也樂意的 所以就錄了那25段片 其實就錄到28的 26、27、28 這三段片就很快會上了 我到最後錄完那三段 就BB速成班就差不多完結了 OK 大家多點支持我們YouTube的頻道 對沖網隊 好了 Ben 之後真的要自己操作材林 真正明白 是 你如果自己想得多 你自己思考得多 你自己真的可以用一個客觀的方向去思考 自己做一個討論 其實自己都可以了解到很多東西 而我們的課程就是 我會幫你速度整件事 因為我看你做了什麼討論 我多想到你在想什麼 我會測試你 我會測試你 我測試你 我測試你之後 我會了解多了你在想什麼 就更加容易知道你的問題 在哪裏 所以變成有些同學 想完課程之後 會縮短到學習的時間 始終你要明白這件事 其實好像學游泳一樣 學游泳 我相信坊間也有很多書 教你游泳的 但游泳為何需要有教練呢 就是因為你都是手這樣撥 雙腳這樣硬的 但為什麼我就是慢過人的呢 其實原來就是 過一個位置 你沒有屈到手 或者沒有扭到腰 所以就慢了零點零幾秒 其實就是要和你整理這些位置 所以其實我的角色根本就是一個教練 Felix 有沒有用Options Dynamics 最常用的一個功能 有沒有用呢 通常都是看一些異動 異動 跨越分佈 異動搜尋 對 異動搜尋 對 異動搜尋 對 異動搜尋 用來做個參考 是啊 如果有時候碰巧 有些股票期權成交不大 其實異動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這些其實我們遲些 遲些搞定了 嬰兒班的那些擅長課程 錄小影片之後 其實我也會錄一些深一點的片 講一下異動 講一下除靜 講一下不知什麼 還要講一些深一點的題目 OK 好 回答了 好 繼續下去好嗎 好 那就 是的 所以其實關鍵 我覺得大家可不可以突破到這個心理關頭 即是你當 即是你爆個十八章 但到最後你仍然贏到錢 甚至乎贏不到輸少少 可不可以將這些東西視之若無物呢 你到最後可以贏到最後是贏什麼呢 是繼續不斷地做對的事情 直到機會出現 這句說話才是重中之重 是不斷地做 即是我爆到Facebook 我不是說我自己厲害不厲害 其實我捉過很多隻 我真的只是捉到Facebook 捉到Snow 捉到PayPal PayPal賺不算多 Snow輸回給他 是贏了Facebook 我是不斷地做一些我覺得對的事 直至有一個機會出現就是Facebook 救我贏了 所以你要明白 你不是經常在看結果 你不是投資了20年 20年都沒有結果 那當然有問題 投資了10年沒有結果 投資了5年都沒有證到數 那當然有問題 但很多同學只投資了兩個月三個月 就很關心自己 自己贏還是輸 有些同學可能投資了一年 但其實根本你都不到家 這些東西都是亂七八糟都未行的 那當然不行 你的功力都未夠 那當然要撿這些東西 但當你所有東西都OK的時候 越粗越熟的時候 其實假以時日 機會到的時候 就是你賺錢的時候 但這些東西也沒得急 好看你的功力去到哪 好看你是不是很願意放下這件事 衝破這個心理關口 不斷做一些對的事 這個就是大部分同學 未能夠更上一層樓的最主要原因 一路做 一路發覺贏不了錢 好了 你會怎樣呢 上第二個阿Sir那一套 我知道 其實我不介意你光顧誰 不過鬼閃 你知道我不在乎這些東西 但是沒有意思的 你整理一下這套 做一下這套 你無端端接受第二套做什麼 搞到自己人人鬼不鬼 其實很浪費自己的時間 很浪費錢的 所以第一天你 你專注去學這套 就由頭到尾學 你才好報 你不報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最重要你要搞清楚我的意思 不要發覺 所以交易了不久一年 沒有成績 有時候你受了一些朋友的影響 我跟隔壁有朋友說 我上哪有阿Sir的課 所以他贏了一些 贏了不少 我又聽一下 聽完之後又上了課 然後又跟著那套去做 那你又很相信那些技術 那些東西 然後原來你一個阿Sir 又說贏很多 又做Naked Short Quote 那你又把我說的話 就自豬老後 沒有意思的了 成績的 還有你相信就相信老弟 不相信就今天不要相信 就是你當聽完就算了 就算了 不要搞到自己這麼辛苦的矛盾 阿Felix有沒有什麼補充 都沒有什麼 總之心態其實 技術都可以磨鍊 心態真的要靠自己 是啊 心態之後我想我要講的 都講完就是這樣 但是真是9.8 什麼事 我那個部分都還沒講 心態要講的都講完 但是真的能不能突破 其實真的靠自己 沒有人幫到你 我這樣說 你可以和我同一陣子去想 用同一個角度去想這件事 而absorb這件事 是很關鍵 阿Felix 我講也不用講 他已經自己解決了整件事 他已經覺得 躲著投資 做得好 OK 沒問題 一贏不到也是沒辦法 因為勢轉了抽上去 但我還贏到六號幾指 好 根本都已經不需要我 我再跟他輔導 或者再給一個 另一個perspective去看 這件事 其實去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假意時日 只是 誇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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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九點九準規 好 我的個案分享 我就不分享我個人 我個人 大家都應該很認識 都是 很臭的一個壞人 好了 期權投資可以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 創造現金流 記住不要將我和街邊的人比較 兜花扯爆你 坊間的人經常說什麼什麼 其權現金流 passive income 低級度不堪 我那些是很高級的 第二就是捕捉單邊 賺取龐大緩暴 然後買戶票收成 我的方法是這樣做 做這兩法 創造現金流 用美股其餘的方法 短打 我們叫CC Close Combat 短打 賺取時間值 收入取代日常工作 可以嗎 什麼叫短打 持倉一日兩日三日 就叫做短打 整套東西拔走了 贏錢走人 記住你第一天開始想著是短打 就短打到最後 我盡量不會 短短一下突然變長 對 就是你當短打 好像一天一天 沒理由一天突然說 我又想娶老婆 不對 不是這樣的想法 總之你是短打就是短打 OK 其實短打的威力 其實一點也不少 有機會多分享一些 但是短打就是 持倉幾一 贏持賺值走人 在SDU的課程裏面 有一個美股其權的課程 那個部分會教上 基本短打的策略 開倉時 什麼時候開倉 如何選擇股票期權 如何取利貸值 如何減少 好了 這就是剛剛今天 我給大家看的 帳號我抹了 不要看我的帳號 我這裡看著NVDA 看到右上角 看著NVDA NVDA是什麼 那間厲害的 英偉達 這裡 NVDA 只看NVDA 看看這兩套Trade 這是一個測試帳戶 就是我中間有些事 我這裡做了三張 但我另一個帳戶不是做三張 這裡 做了三張 好了,做了這盤組合 這盤組合為何要做?我不在這裡說了 這裡有三張 上面這三張是何時做的呢? 你看看時間測試 3月25日23點14分 上個星期五晚上11點3做的 好了,這裡是何時平衝呢? 為什麼0044沒有日子呢? 因為我是今天screen cap出來 所以這裡的日子意味著是 今天幾號?29號 意味著是3月29號 3月29號的0044 就是3月29號的12點8個字 就是昨晚workshop完了之後 我將公司掛了個盤 掛完之後就回歸 洗澡休息一下 然後到0012點多鐘 我又收到IP傳給我的email 就說有交易活動 就log in 看看 原來就是NVDA成交了 OK 成交了是怎樣呢? 就是很簡單地說 上個星期五開倉 上個星期五開倉 到昨晚成交了 昨晚是星期一 就是持倉一天 我開倉給了5.15元 正好就是付錢 付好收錢 付5.15元 收回6.15元 OK 就是贏了0.95 除5.15 20%不夠了 看看 新鮮滾熱 其實我做了5個 上個禮拜我做了5個 我這個TESA帳戶是有5個 但是張數少一點的 另一個主力帳戶 張數就多了很多 OK 因為TESA帳戶 我是想將CC和T 就是短打和做Trend 一起做 我都跟Felix哥班跟我說過 我想做一個hybrid的模式 就是一個運營的模式 就是怎樣令到Trend的 Stability會更加高 OK 我就用TESA帳戶去試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挺過癮的 你看我賺了9.25元 就算一下 9.25元 乘100股 乘3張 乘7.8元 你當這是1元 100元 即是300元美金 300元美金 持倉 一天300元美金 324元 即是 2400元港幣 2400元港幣 但是我開倉時用了5.15元 乘100股 乘3 乘7.8元 即是你當我用了1500元美金 1500元美金成回率8 你當是8 即是大概12000元港幣 即是上個星期五我用12000元港幣 去到剛剛昨晚 平倉 賺了2400元 好嗎 你自己想的 好高 是你猜才做到 還要很難輸了12000元 嘩 真是 即是 我總覺得等錢花 應該用這些方法 但你要記住 這種做法 輸盡就是那5個多 記住輸盡就是那5個多 那裏面怎樣做 怎樣選擇 這些就不在這裏說了 因為 第一這些 真是 又被同學罵了 他講那麼多 他真的上了堂沒力量都要講完的 第二 都複雜的 因為中間你又要明白不同的組合 你怎樣落盤 怎樣要這樣做 那兩個尖尖位是哪兩個尖尖位 這些你要 要上堂慢慢再講 所以就是這樣做 所以其實 其實當你明白了這套這樣去做 慢慢用短帶也可以 做trend也可以 那我現在想將兩樣東西 混合起來一起做的話 其實 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用期權去replace你的工作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頭半段的那段日子 你是要用時間去練好這件事 何思培 都不是一天學游泳 第一年就已經拿奧運銀牌了 什麼什麼 張家朗 學劍也不是學三個月 你哪位要學幾個月就要賺這麼多 沒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要去學 學好整件事 先好講收成 去到一些位置 你越不講收成 你越輕鬆 你發覺賺錢就越輕鬆越容易 這個世界很有趣 好了 我有兩個策略 一個叫基本的短打策略 由2021年9月開始到現在 勝率70% 勝率是什麼 就是Winning Probability 做10次贏7次 輸3次 平均每處的回報 4.4% 我稍微給Excel 你看看 下面那個 我也不會教住的 就叫做六神合體 就用六隻 combine一起做 三個月的勝率是94% 三個月的回報是一倍 更恐怖 美股的 全部都是做美股 不會做港股的 好了 先看看Excel 這個就是基本的策略 基本的策略 其實我由上年的9月14日開始 我已經可以做了 做Google 每次都試試 Microsoft Visa Caterpillar Amazon 每次都試 做那些 又做一些大英雄 做Double Calendar 去到後期 其實我做Double Calendar 多了 好了 一直滾下去 最新更新 中間 2月我停了一會 2月我又想試試做其他 所以就沒什麼 短打了 你看到2月 還有這裡 六神合體 這裡 2月尾到3月 這裡我刺激了 沒什麼怎麼做 3月18日就開始做了 好了 這裡就斷整個星期 舉個這麼說 3月18日我做這隻 英偉達 星期五開倉的 持倉兩天 贏了11% 剛才我給你看過英偉達 昨晚平倉那隻 18-9% 如果放回去的話 這個就是Visa 持倉三天贏了12% 這個就是Tesla 持倉三天贏了8% 所以這個禮拜加起來 3月25日這個 weekend 3月25日這個禮拜 總共贏了31% 這裡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跟兒子說了 其實這件事是不複雜的 我先回到上面 回到最上 每個星期贏輸多少就記錄在這裡 這件事就這樣去理解 我當作很簡單 你的帳戶拿著10萬港幣 那你就分五柱去了 每柱就是2萬元 就短打 總之短打就是贏時間值的 所以你每柱這些 你看到每一個格子 這些呢 這就為之一柱 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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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做了4柱 這裏做了3柱 這裏做了3、4、5、7柱 那時候上年已經10月 你又做了7柱 所以如果你平均來說 我當我每柱是2萬元去做的話 10萬元的帳戶分5柱 每柱2萬元去做的話 過去這段時間 但由9月到3月 我這麽多次加起來 Winning probability 是70.4% 即是做10次贏7次 心這個不要理會 但平均就是贏4.4% 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 平均等於我每柱2萬元去做 就會贏 4.4% 2萬元 即是贏 880元 880元由於10萬元分5柱 那就成為5柱 就是平均大概一個月 一個星期 就贏4400元 可以嗎 就是大概10萬元的資本 如果用這個方法做的話 一個星期就大概贏4400元 好嗎 好嗎 你覺得好嗎 如果你是指做Long Put 在問我嗎 我不是指做Long Put 是否教Long 好嗎 嘩 賭王班是否教Long Weekly 末日 Option 不是 這些我覺得是最傻 做的 我是Shot 末日期權多的 我最喜歡Shot 當然你有Long頂著你才可以做Shot 但是我們有賭王課程不是教這些 我們是賭王課程不是賭仔課程 賭仔課程就教越微越浪 但是我們是賭王 賭王就是阿何博士叫賭王 開賭的 我們要贏的百分比是偏高的 他想像這個 短打 賭率的可能性是七成 OK的 這些全部是用Statgen出來 對不對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很簡單地去做 如果 你處一個等錢花的階段 我就建議你用多一點 短打的方法去做 行不行 因為如果你 這4.4% 就是10萬元 你一個星期賭到 就是賺到4400的話 一個月四個星期的話 其實是17600元 不要說笑 也不是差的 除了你做 做那些 抗疫的時事的人 3000元一天之外 其實你不是差的 拿著10萬元 其實很簡單 拿兩三天 平倉 贏時間值 這就是你可以拿到的 理論上一個回報 而這4.4%是怎樣得到的呢 是否每次做都贏呢 當然不是 明顯你也看到有些Trade是輸的 最近其實輸是輸哪一隻呢 這隻呢 這隻輸什麼 這隻就是Tesla 對啦 2月18日開了Tesla 到最後 遲創6天 輸了30% 不過另外那隻一隻 一隻贏10% 即是贏23% 拉回這個星期末就是怎樣輸 2月底 美股急跌 2月底 美股急跌 即是你變了當個 美股市場 如果是急升急跌的話 那個禮拜 通常如果做這段打 未必贏到錢 但是有一個禮拜 贏不到就贏不到 有位置得去 你看到這個2月25日這裡 贏3%平手 這個星期2月4日 輸0.7% OK啦是不是 你不是每個星期都要 很絕對性的贏的 再拉回 這個星期贏76 這個星期贏3% 這個星期贏99% 這樣 所以為什麼是正4.4% 因為你有些 trade 是輸的 贏的 減輸的 Average 平均每次trade 就是正4.4% OK這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短大策略 這個都會在我們SDU的課程裡面 會教你們的 什麼時候開倉 怎樣做 怎樣走 怎樣 profit 怎樣set 這些都是 當中會講的 這個 如果你是 都很希望可以 盡快generate 一個income 的話 這是一個挺不錯的 OK這是第一個 這是最基本的策略 第二個策略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六神合體的策略 很恐怖 好 嗯 這個就是我用50萬的資本去做 在這段期間 從這天開始 其實第一行 應該是12月 是不是12月左右呢 到了現在 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的時間 generate 了這一個 return 130多萬 但是這130多萬 我想減了一條數 就是Facebook 因為Facebook 這個案子 其實我是短打開始的 但是到了2月2日 我斬掉了 和他拼一拳 讓我拼到 所以就贏得很金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多 我現在想做少許調整 我這個所謂的六神合體 是把六個東西 拋在一起 拋在一起 我會 減了什麼去呢 好 第一 這個3月25日開的trade 其實就 上個星期不開的 到現在還沒平倉的 所以我第一隻 做這隻就給了3元期平金 做了42張 我用50萬做 大概頭5隻會用10萬元 最後那隻就 5萬8萬左右 大概這樣分佈 第一隻就給了3元期平金 做了42張 涉及資金9萬8 但是由於還沒平倉 所以我這個XL就記錄我是負數的 因為我給錢出來是什麼 我做這些都是一些 類似calendar的 一些 spread 是時間值的 由於我還沒平倉 我又沒有時間計算它的市場價值 我把剛剛這轉我先刷掉 因為這轉我還沒平倉 不算數 OK 我先刷掉這轉 OK 還有第二 就是1月28日這裡 1月28日開這個 -5.12 這個是Facebook來的 其實是做了Facebook的 我開倉不是5.12 開倉是三個半左右 我沒記錯 三個半左右 但是到2月2日我斬了一張short put 淨流calendar call和 long put 和它博國 所以變成一個premium 就變成5.12 到2月3日星期四 我將所有 long put 平倉 收回五十幾元回來 所以這轉我其實是由 短打 變了做 爆它的 我覺得這不是我當初的原意 所以我不計這轉 5.12 這裡我當平手 給5.12 36張 接著5.12平倉 所以這裡你看到我變回零 我覺得這樣看會公平一點 因為我現在想看看 究竟我的短打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這些科學家最喜歡研究這些東西 結果就是這裡 很恐怖 第一轉轉我們是由 不好意思 第一轉轉我們是 上年11月8日 上年11月8日 Column A 這裡提到 11月8日開始做 做到現在3月18日 停倉為止 由11月8日 去到 最新的情況 3月18日為止 這麼多次買賣 每個星期 這個星期用50萬贏67 這個星期五十萬贏26 這個星期五十萬輸17 一星期五十萬贏二萬贏三萬 一萬二贏五萬三 大部分都是贏的 是這次最多賣1600元那麼大把 OK 好了 Total的Winning Probability 94.46% 用50萬的資本 我們由11月 去到3月18日 翻了 所以美股是很好玩 我們用這些 短打的 其實根本是好運 好吃 你看嗎 用50萬做這個東西 你九十幾百%的Winning Probability 可能你養衰一走回去輸第一次 但跟著你 很難再預第二次的輸 因為你的勝算太高了 那你如果用50萬做 講由11月去到現在 12月1月2月3月 我可以計4個月這樣計 4個月你差不多賺了50萬 你當50萬賺50萬 即是一個月你賺12萬5 是吧 50萬除勝就賺12萬5 其實你 正正常常沒有什麼不良嗜好的話 12萬5怎會不夠 所以其實 在美股其餘的世界 第一個功能 其實就是幫你 製造貨幣 但是製造貨幣 不是那些 什麼passive income 啊 只做software那些 那麼低一點的做法 你被人一爆中 其實你站在這裏 你就要離場 但是我們這些做法 無論你見到好像 好像有當這個 trade 這裏給2個8 最多就是輸2個8的 就是這麼多 你不會站在這裏 這就是我們一路這麼說的 一路做著風險 跟你一路要贏時間值 其實其中一種做法 對不對 美股其權 絕對做到什麼 好嗎 很迷幻 不知道知道我說什麼嗎 總之 短打 短做 駕兩三天 閃人 賺錢 就走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作為 製造現金流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單邊買賣 單邊買賣 我不介意 中間我是有東西輸過的 但是你知道我們那些輸 就像剛才Felix 管理了他的trade 就是我們不會輸爆重的 Felix更厲害 贏得六多次走人 但是有些trade 我們怎麼做都要輸的 Felix也有些trade是要輸的 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報喜報憂 有贏有輸 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輸的 你看起來是淡然無味的 有時候我都要給你們一些 希望 因為你們初學 你們都需要有希望 你才能走下去 我就開始說單邊買賣 作為我們的trade 做單邊買賣講求的是 第一 風險管理 第二 心態 第三 你是博弈的能力 三樣東西 權利不可 好了 風險管理 無時無刻 嚴控最大虧損金 Felix做得很好 開倉 百猴三 永遠沒有多過百猴三的封面 而nicked short put 是最 最不行的 所以記住 不要再做這些事了 多謝真是 為著你們好 在我們做trade的世界 根本沒有需要nicked short put 第二就是說 我們要平衡手上的盈利 和潛載回報 就是我們要在PPD 就是我們手上的籌碼 和未來有沒有機會 你會拿得更加闊的spread呢 我們兩者之間要取一個平衡 那我又回頭說 Felix的股票是漂亮的 因為 他到最後 他又拿到2元的spread 雖然成不出 但你也贏到6毫3 6毫3相對你投入的8毫3 8毫3 8毫3 其實不少的 OK的 不過四人屎不遷就 那就算數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這個東西 平衡得很好 第三就是說 不斷找位鎖倉 你也是這樣做 不斷找位鎖倉 鎖倉 如果不鎖 你不用booc 鎖 這堆壁 全部一早已經死了 好了 心態 大部分投資者 是不會面對失敗 和虧損 不要說投資者 其實很多人是不會輸的 不懂怎樣面對輸了之後要怎樣 更甚者第二個點我覺得 他們不明白什麼叫失敗和虧損是有分別的 不明白的 失敗和虧損 他們覺得輸錢就是失敗 不是 輸錢不是等於失敗 輸錢的情況根本就不是你錯 是社會的錯 你為什麼歸咎於自己失敗 不關你的事 就是 我經常說 好像打牌那樣 你叫十三腰 摸了他三眼回來 打出去 你給下家吃了一鍋對對壺 是不是你錯 沒有的 你給我回頭 我也是做同樣的事 我沒有問題 我都是給他就給他 沒有辦法的 這些情況 這些叫做虧損 並不是失敗 但如果你叫對對壺 你摸了一隻九眼回來 你打出去 打出去怎麼能出衝十三腰 這些就叫做失敗 為什麼 因為你漠視了風險 你用三番駁別人十三番 那這些就是失敗 搞清楚失敗和虧損 很多人連這件事 兩件事搞不清楚 只是懂得看結果 那這件事是很大的問題 好了 心態上還有什麼呢 人就歸納了很多 過往的同學的情況 不思考 自我中心 自己想的東西就是 世界上最後的答案 分析不了 為什麼錯 怎樣錯 為什麼做得不好 輸贏真正的原因 都未找到 想不到就賴莊家賤 這個經常都聽到 毀過於人 我經常看到一些問題 好了 記住心態建基於你的風險管理 你要對手上那個組合的勝算 有一個好 你需要一個充分的了解 即是我做短打 我知道我勝算做十次贏七次 真的 昨晚我肯平仓 那個五次全部都是贏的 不過我覺得 等多一天都不遲 正好位就平了 今晚我又 即是待會完成一個工作室 我又會再等出去平了 剩下的四度 OK 你要知道你的勝算有多高 你要知道你的回報是怎樣 我做trend 我知道我在做trend的話 我知道我勝算相對來說是低一點的 這也是我的預計範圍之內 OK 好了 第二個 個人的性格 對外界資訊的分析 本身財務狀況 我剛才說了很多次 其實很多同學處於一個進步的階段 但他未贏到錢 他覺得自己失敗 是因為你本身的工作保不住 你的生意差了 你家人很等錢 要問你量水 所以你本身財務狀況 令到你產生了這種錯覺 其實你不是差 你在進步 不過你進步的速度未夠快 你仍然需要浸 所以其實根本不是你做的trade有問題 是整個過程 是你的財務狀況出問題 你的價值觀 你怎樣看 到底值不值得 這些都很有關係 好 最後一個點更加是 受到市場氣氛 當日一跌一千點 就習慣什麼都想沽鬼 這個也是 你看到核跌 18,200點那一天 想平平所有的速度 只要渡量 做這個動作 死得很淒慘 好 最後直博 就是那個博譯 什麼博譯呢 第一 不知道訂的 第二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寫 不知道訂的 都不知道自己組合 究竟現在是有優勢 沒有優勢 OK 有沒有優勢 我上課有教的 我上課才再教 第一 平衡組合的功手面 有功也要有手 兩者要一個平衡 OK 守好了之後就全力進攻 不要留情 第三 就是說 機會到的時候要夠狠 但是機會不到形勢 就不碰當的時候 你更加要狠 你劈他的時候要劈得很狠 不要想回頭 這件事更加考技術 就是大家充的時候一定狠人 是充完之後贏不到錢就在這裏 但是 有些人不要的時候要狠心 停倉 減落 就不是每個人做得到 OK 好了 很多人有賺大錢的貪欄 但是沒有賺大錢的 沒有做大事的那種的灑脫和手段 你爆完合約 到最後贏不到錢 贏不到就能夠 不要那麼耿耿於懷 也不需要質疑這一套 因為你貪 為什麼你貪呢 你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你不在現在的 profit和 potential profit之間 出一個平衡呢 你問一下自己 其實我們一路做一路都要兩者做一個平衡 你可以貪 但是貪完之後 不要再想 OK 這是一些心態很難撿的地方 讓大家盡量能力在個坑上 撿回去 好了 做單邊買賣 做十次 微書五次 三次小勝 一次中勝 等待一次大勝 形虧並存 沒有之前虧損你就不會有之後的大勝的內容 所以你要擁抱虧損 樂意接受虧損 OK 還有 記住等錢花的朋友 你做trend 你很大壓力 你做多些思思 你不斷建立帳戶 你壓力會低一點的 希望 因為你的持倉心態和能力 不是太強 有時等錢花不是聚的 人有三催六往的 有時等錢花就等錢花 或者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充裕的 我建議盡量用 CC短打的方法做 好了 講一下我單邊的個案 Facebook 2月2日 收市後公佈業績 我一月中做第一下部署 OK 1月28日 1月28日我短打 1月18日我用TT TT就是trend trade 1月18日我單邊買賣 1月28日我短打 好了 要取得大勝 跟賭馬三天沒什麼分別 你真是要一關順過一關 到最後給你那下 才是你的 所以真是謀事在人 誠事在天 沒得 沒得強求 我 這個案子我自己的感覺 很深刻 好了 1月18日 我們就做了一個trade 就是這個 當日Facebook的收市價是318元 318元 OK 當日右邊的screen cap是什麼呢 screen cap就是我們有個叫mclub投資俱樂部的 就是加入我們SDU的同行 其實到了第四個月開始 就會加入我這個mclub投資俱樂部 這個投資俱樂部就是說 我有一些real time的workshop 逢星期二星期五 1點到4點 我就會和大家一起trade 就是我做什麼我就會說的了 你跟不跟就無關我的事 理智決定 除了從星期二五 1點到4點做港股之外 夜晚我做美股 我都會照post出來的 所以這個group 就看到1月18日 我做facebook做了四張 short put 300 long put 295 1月28日 2月11日 比3.16 OK 在座我見有些同學應該是 有三四個都是在我的group 你看看應該是有個訊息 1月18日 做了這套鑑彈 當日股價318元 OK 好了 1月25日 股價落到300元 OK1月25日股價落到300元 看看右邊的screen cap 1月26日凌晨 0021 即是1月25日的夜晚12點之後的燃燭 就long put 300元 1月28 short put 295 2月4 看不明白的不要緊 總之 做某些動作 將我原本那套鑑彈 flip了下去 但如果懂得我做什麼的話 這套trade美得絕 美得絕 開倉的下三一幾 跟著順著勢落300元 還不適合我這套鑑彈 美得爆 未完 2月2日 facebook彈上323 我就只斬 short put 295 2月4 看不看過 whatsapp group 2月2日寫著 long put 295 2月4日給了2.1 因為股價彈得夠高 我才有位斬 short put 給了2.1 11.04分 用2.1 平了short put 295 所以去到那一剎那 我只拿著long put 295 2月11日的合約 就等它公佈業績 OK OK 好了 到2月3日公佈業績的股價由 由什麼? 之前那天 323 對到237 跌了100元 facebook 我就向那天 鎖都不鎖 就馬上拔錢 醜人 平了 long put 295 5月11日 54個半 就是這樣 起承轉合 4個動作 解決了 看股價圖 漂亮 這天 天使 這一日 這支竹 1月28日 股價318元 我做short put 1月28 short put 1月28 Long put 295 2月11 這個是 JAN 1月 不好意思 打錯 好了 這一天開倉 股價 sir sir 我平了這張short put 平了這張short put 再開short put 2月4日 然後抽上去 就到我這個 天時 地利 人和 就是我最後這下 2月2日股價323元 做了Long put 295 即是平了我將short put 295 5月4 就只剩下 Long put 295 2月11 一夜撒下來 就是我的 OK 所以你自己看回 其實一股贏多少 很簡單 你這裡給了3個1號6 收4.04 即是多少 正8毫8 正8毫8 再減2個1 即是給了 1個2 負1.22 接著到最後收回54個半 搞些課 不知道我選什麼 總之我贏 53個2號8 我計了 總之是這樣 53個2號8 乘100股 乘4張 乘7個8 OK 即是一張贏5,328元美金 乘4張 即是贏21,200元美金 再乘7.8 那就是 十幾 十五、六萬 躲著贏15、6萬 行不行 OK OK啦 有交代 對嗎 即是不要經常說要輸 要什麼 有休息的 但是我贏是贏什麼呢 我一直做 我沒有停過的 我每個禮拜都不斷開倉 不斷開倉 但機會到不到就不到我 那天給我不給我不給我不給 不就算數了 再來 OK 好了 另一方面 另一套 就是CC 將CC融入到TT 即是CC短打 TT就是trend trade做單邊買賣 1月28日短打 Facebook 35套 合約 你看到的上面的WhatsApp Group也是 1月29日 2點20分 即是1月28日的晚上 4月5日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套 310-290的Double Calendar 給了三個半 行不行 接著到2月2日 又是跟剛才一樣平了 那些軟件 即是CC為表面的動作 實際就2月2日就平了那些軟件 2月2日平了那些軟件 就只拿著那些軟件 殺了最後的客戶 其實我們做的就是這樣 即是有時候 短打我覺得有短打也好玩 做trend的有做trend的刺激 那你這套其實 又是恐怖的 這套好像是 贏了大概四十 四十幾 四十五元左右 我不記得了 再贏了四十五元一股 一張是四千五百元美金 但是成三十五套 那這套是 不知道多少你自己計 就是了 再成七九百 就是 過百 差不多過百 不知道 贏了就贏了 那我把這套贏了的錢 就丟到新鴻基的政府 行不行 整套買賣就是這樣 所以我跟他說其實其餘的世界非常之好玩 很多事情做 短打 賺錢 代替你份薪 又可以 即是trend trade trade 去一段大單邊 爆 contract 捉取那些什麼公佈業績 又可以 很多種玩法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 記住 好好玩這個遊戲 好動腦筋 中間 很多事情會發生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我剛才說的 就是你的風險管理 你自己的心態要怎麼操控 你的博弈怎麼去做 機會到時候怎麼處理 更加難搞的就是說 中間你做 做完之後會只有 搞到百元 contract 贏不到錢的 那你要怎麼 come across 這些問題 這些就是我們整個 整個SDU課程會幫你們 要教你們的東西 當然到最後你肯不肯改 肯不肯因此而改變 會跟我們這套呢 不知道真的要看你們的情況 好嗎 CC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絕對不是 CC不是 差時間值 就是用spread 沒錯 Directional Neutral Aboni Directional Neutral 就是我們不太看方向 這個才是最 就是一些勁人玩 其實真的不太看方向 看方向是一般的 這些省 老省最喜歡的時候 看升看跌的那些 但是真真正我認識 有一兩個是真是trader 他們不看方向 所以我們這些 暖打這些都是 不看方向 OK 但CC就不是只長 只長時間值怎能贏時間值 傻尊 是嗎 你長時間長時間值 但是我們CC一定要贏時間值才贏 我希望剛才說的東西 不會太技術嚇到你們 但是 我想說給你們聽個結果 其實玩期權是可以贏時間值 贏單邊 怎麼玩都可以 但是 贏時間值其實心理壓力很低 中間總之你 很平靜 當打機已經足夠 反而我自己覺得 Trader Trend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要求的 心態 技術 那些東西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OK 聽完不明白 不要緊 你不明白 是很應該 你沒理由看完之後 你猜到 做什麼 或者明白所有的事 但是不要緊 這些就是告訴你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所以 玩期權 絕對圍堵身 不過看你怎麼玩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Sprat 時同時開 跟著按市房 拆倉 因為Sprat 有很多種 我很難這樣回答你 如果普通Sprat 我們不會用普通Sprat來開倉 我們開倉是 打印的那些方法是開的 但是怎樣拆就真的 看整個組合 整個組合有沒有優勢 有優勢我們就要做事 沒有優勢我們就不會做事 OK 好 講完最後一點點事先 記住稍後留一留 我想聽聽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如果是有一個 類似其權的先修班 但是這個先修班我覺得 可以聊聊一些理財 物業股票那些 都可以的 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但是 再說一些關於課程的東西 如果有同學對課程有興趣 所以你去WhatsApp 我們拿一些課程的資訊 我的WhatsApp的電話是 5619 3185 那這幾天都有一些同學 就WhatsApp過我們了 挖歪了 這個 拆膠最好就可以這樣 56193185 就可以隨時WhatsApp我們 我們就可以傳一些 課程的一些資訊 什麼時候開班 教什麼的PDF 給你們 現在我就很簡單的說 我的課程是怎樣的 好了 第一個我們又想說 這個期權SDU的特份課程 有些同學有問 什麼叫SDU 就是我們這個 課程的名稱 這個就是一個 九個月的一個 的 的 就是我的目標 你不過七位數 你怎樣維生 對不對 你過七位數才能夠找到食 有些同學就很擔心 我初接觸其權 我可以嗎 不用擔心 看完我的YouTube片 有些我會 監視你去做的 好像Felix 基本上都是一張白紙開始的 還有我的經驗來說就是 早幾屆有很多同學 其實 學得最快 反而是真的白紙才學得最快 有經驗的同學其實 他肯想 他沒有太多雜念 他想得夠通透 其實都很OK的 但白紙反而對我來說 更容易處理 不會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想法 不用跟你洗底 更舒服 你學得更快 OK 所以不要太多顧慮 好了 這個課程是唯一一個 我覺得市場上是一個 九個月的 一個有理論 有實戰的 還有有反跪 即是有feedback 的一個系統化的 期權投資的一個課程 配分課程 這個課程呢 其實我們 一般是期權的課程有六個課程 你看到下面有五個曲 INT BASC LGLD 和US 是課程的曲 稍後我會詳細再講講 SDU就抽取了我們 這六個課程裏面 五個課程的內容去教的 還有另一個課程是關於恆生指數的 我稍後會再補充一下 好了 SDU課程呢 其實我們用一個司徒制的方法 去承傳這個期限的知識技巧和心態 記住完成了整個SDU課程之後 其實我是跟你繼續可以聯絡的 直至我死亡的一天 即是我是會 用我個人的號碼 去跟你建造一個WhatsApp Group 中間你遇到有何其權的問題 很歡迎你 你再問我 當然了 你不要說學完九個月之後 連什麼叫做Long Call都未知 你肯給我傳的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水平 所以中間是可以有個 很個人的溝通直至永遠的 原因是我不想 課程完了之後 大家好像 沒有來往 也沒有東西跟著 你有問題 也找不到人去問 我不想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 真的有些事情可以 長遠地一路可以幫到你們 所以是一個 司徒制的 不是真的說上完課就 Syrona 拜拜 不是這樣的 好了 學完就中間有承諾的 你中間要完成我的功課 完成考核才可以 去到下一個層 同學又不知怎麽 你很害怕考試 你放心 我不會用考試 捏死你 即是考試考得不好 就考過了 或者考得不好的時候 我會和你做一個 coaching 即是單對單的coaching 這個單對單coaching 我會 給考試題目你計 或者給另一份考試題目你計 從而我要知道究竟有什麽要處理 這樣才可以幫到你的 即是如果你在外面上課 上完課下課 你明不明白 其實不知道的 可能 老師說A 你以為了B 其實到最後也是 浪費時間 OK 所以中間有些 考核的東西會考你們的 但是就 不要有壓力 就是很輕鬆 盡量做就行了 好了 今次有課程呢 頭五個月就上課 後六個月就實戰 不是九個月的加上課 五加六就十一 因為中間我們會加上課 第四個月 以及第八個月 會有上課 有實戰 因為中間 我們特地有這樣的安排 而 希望透過實戰 即是希望你們 變成不是一個純粹是一個理論的學生 是真的 懂得博弈 懂得做風險管理 實戰是完全做到的 這才是我們最想你們做到的 好了 而這九個月裏面 你要跟我 或者跟我的導師 單對單見面最少五次 還有要通過到個考試 那你才可以 道理上繼續 繼續整理課程 如果中間因為任何原因 而你不想繼續 或者想中途退出的 不需要擔心 不要勉強 勉強你就是勉強我的 你沒有辛苦 搞一個不想學東西的人 比死更難受 所以你坦白跟我說 阿Sir我不想再學了 那有跟我有中途退出的 有些就 連第一下 買賣都沒做過 就說計不到數 就說想退出 那我說其實你一輩子都不會再接觸 他說是我覺得都有些可惜的 但我尊重他的決定 變了他就退出 沒所謂的 餘下期數學費是不用再給的 不要覺得 批准了九個月就一定要你給九個月 不會的 我做生意極度均真 那有些就 想想一下突然就說 沒有了份工沒有錢交學費都有 那我就說 如果你這麼坦白跟我說 我跟他講 我留下一個位置給你 如果之後你想中途再讀的 你跟我說 之後再交學費就可以了 所以中間有些任何事情 你坦白跟我說就可以了 沒什麼所謂的 好了 而第四到第九個月 學聯第三個項目 去到第四第九個月 期間就可以參與我們這個M Club投資天地 就是剛才你看到我們WhatsApp的Screen Cap 就是可以加入這個實戰一個的Workshop 我做些什麼我會跟你們講的 中間有問題我都盡我能力去作答 因為Workshop 期間人時我也很忙 或者你有問題你可以私底下WhatsApp 問我究竟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會不會這樣做 有一次Felix都問我 阿三伯伯伯早知道加速資金 加速資金的人多很多 會問我會不會加這件事 我很歡迎大家有些交流和分享 有些同學可能要上班就出席不了 總之你有什麼買賣你只要發給我 我們在coaching的時候就會和你去討論 期間來說你去到實戰過六個月 你實戰的時候你做了什麼trade 發給我 我會和你去做交流 課程有什麼內容 大致就 會明白大家的期望 要求什麼 技術分析 移動的搜尋 鎖倉 花期合約怎樣計算 有些同學問是否會拆倉 一定要拆 但什麼時候拆什麼好時間呢 就會教你這個 風險管理 注碼管理 缺一不合 全部都會教 實戰的心態博弈 什麼時候你要心態有平衡 什麼時候要去盡 什麼時候要收薑 明金收兵 不對腦的時候 全部都收了 全部都平了 就是剛才跟Felix說 都說有套 PFE 升穿了 不對腦 全軍撤退不用擔心的 輸一點點 任由他設定了 CCTT 即是短打trade trend的心法是怎樣呢 還有我們會有很多實戰一些個案的分享 那2022年第二季 正式開始了 4月1日 四月1日很快 就是大後日就開始了 大後日就開始了 為期九個月就去到十二月了 也是一個挺漫長的一個過程 那相同的日子就是這裡了 就列出了這堆相同的日子了 那麼我們有一些關於課程的時間表 有需要再去問我們 裡面就會描述得很仔細 就是這裡 這裡 這裡 這就是我們整體整個課程資訊 有什麼課程 例如INT、BHCL、GOD等 學費多少 什麼時候上課 教什麼 那麼這裡的課程資訊會有全部 OK 而SDU的課程呢 這就是我們SDU的時間表 4月1日就是我們這個orientation 我也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我們的預期是怎樣的 期望是什麼 我也會講一些基本的奇權 就是我們這個course 某些jargon 什麼叫PPB 或者會很簡單示範一下 IB的操作是怎樣的 哪幾天上課 上什麼課 4月哪幾天上課 上什麼課 教什麼 全部都在這裡就寫到的了 好的 很多東西 有一同學必定會問的 究竟我們想同是現場還是zoom 由於現在它是私人處所限聚 所以變成一般來說 我們由現在去到4月20日期間 我們都是全zoom進行的 但是4月20日之後 如果它放寬了 不再是私人處所限聚的話 那我們4月20日之後 就zoom和現場都可以任你選 你看回這裡 這裡就是上課的日期 OK 有打聲稱那些 就一定要現場 有打聲稱那些 就一定現場面授的 這些有打聲稱就現場面授的 但好像你說4月1日26日 2日6日29日 就是4月這幾天 這一天有打聲稱的 但因為私人處所限聚 所以都沒有辦法 唯有只zoom的 2日6日都是4月20日之前 都是只zoom的 但29日如果根據政府所說的 而又不改變的話 29日應該是有機會 不再私人處所限聚的話 那就zoom和現場都有 看你想選誰 你想來現場也可以 你怕病菌 你不想外出的 留在家中zoom也沒有問題 我家裡住長洲 沒有船回家 你留在家中zoom也可以 隨你喜歡 有些同學也說 有時有幾天 我要上班 我未必真的上課 怎麼辦 zoom都zoom不到 你記住早一點通知我 我用zoom和你錄影 等你回去之後 我發一段影片給你看也可以 OK 可以嗎 課程上面安排 大致就是這樣 好了 回到頭上的PowerPoint上 好 這就是SDU的上同日期 好了 SDU的課程就是 每個月的學費9800元 9個月 逐個月 逐個月投給 如果中間有同學是完成了 我們BAS CAL GOD 或者美股期權課程的話 每完成一個課程 可以減一期的學費 就是他之前已經讀了BAS 和CAL 這兩個課程 就可以減兩期的學費 總共給七期就可以了 最多如果讀了四個 就可以減了四期的學費 就是減四個月 總共給五個月就可以了 好了 有些同學未必有這麼大的課程 我想上課 我想學習 但我不想說 有什麼教育 有什麼要做功課 很辛苦 你可以個別散佈 我們的課程都無人歡迎 好了 我簡單講課程做什麼 第一個課程叫INT 我要做賭王期權速成班 這個速成班 應該我沒有記錯是Alfred 就是他之前想過 就是想過這個速成班 這個速成班 我們就教最基本的SPRAT SPRAT就是Shot Put Long Put 或者Shot Put Long Call 中間的運算是怎樣 我們現在這個教的方法是非常之有效的 就是我們一般教完之後 跟我教了兩課 然後有什麼問題呢 就教練的時候 整理一整理 基本上他們一個月之後 就已經認識完整套伏 怎樣計算 就是看著 可能我當騰訊現在375元 我Long Put 400 Shot Put 360 他已經看到這條SPRAT 提升還是看電 最多贏多少 最多輸多少 結在什麼位最好 結在什麼位最差 已經很簡單做到這件事了 我會教最基本的這些SPRAT的組合 當然盡量在上我這些課之前 盡量去我們YouTube的頻道 看完所有東西 對你的認知理解是絕對有幫助的 OK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課程就是速成班 好了 那這個速成班呢 就是2號、6號 就教SPRAT的運算 過股的看法展網 所以29號我們會看回 過去一個月的倉位的回顧和檢討 為什麼有倉位呢 因為這個課程我們會有一個WhatsApp Group 很簡單的WhatsApp Group一個月而已 中間我會說我看好或者看哪一隻股票 你們就可以試一下用SPRAT去開倉 開完之後去到4月29號 我們就回來一起看 究竟我開這套倉的贏定書 或者中間的期限如何變化 我用不需要平倉 我要怎樣平倉 這就是我們這個速成班的內容 速成班的日期2號、6號、29號 7點到9點上課 學費5800元 OK 現場就是我們公司向尖沙咀星光行 當你報了名字 我們會發地址給你 再不然你喜歡上Zoom的也沒有問題 第二個課程就是BAS 叫做交易員基礎課程 Basic 這個基礎課程我們會教什麼呢 就是加心理對奇緣合約的理解運作 選擇不同行使價 怎樣運用一些軟件 做一些技術分析的一些 借賣賣的一些看法 這個課程其實我找了一個 上年Q3的第三季的同學 幫忙教一些技術分析的東西 那他的技術分析很好 上次我也是找他做過一個 分享的 教一些和一些技術分析的 都很多隻都頗重 我自己覺得 OK 那教他選擇怎樣選擇行使價 以及找一些奇緣移動的成交 那這個課程來說 學費就是16800 5月5日、6日、7日、19日、21日會上課 OK Zoom也可以,現場也可以 那同學 阿思兄、Anthony 已經分享了一次 那他上次分享的都很好 那其實我們是會找 因為我自己覺得教 這樣教其實我都很累 我也很想找一些 SDU的同學一起幫忙 有些就 好像Anthony 就教一些技術分析的東西 那Felix 就幫我修改一下 同學的功課 那有些教育之後 是對的都會一起教 那我也找Tony 去幫忙去看一看 那些同學的盤 那雖然說 也有很多事情 我也很想加入一些同學 一起去做 因為第一 錢就一個人賺不完 那第二 又要拿回多些時間 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那我想大家一起去做好這件事 好嗎 總之你加入我們SDU之後 其實大家都有這樣的 機會 當然 你當然也要一些東西得子得 如果年計最差的回報 你都還未吃計 那不可以找你教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對過導師的要求 其實是很高的 最重要是你不能把錯的訊息 帶給學生 OK 好了 第三個課程又叫做CAL 叫神算子課程 那課程我們教什麼呢 跨期 最主要想教你跨期合約的開倉的模式 為什麼要這樣開 我們正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用CALENDA 開倉 為我們之後的真正單邊 開第一筆 賣下一個伏筆 很重要的 以前我做的TRAID 一是JALONG 一是JALONG 就是JALONG 就是JALONG 輸時間剩下 JALONG 那一下就死掉了 但是唯獨到現在發現 原來用CALENDA 用彈筋去做 反而的勝算量很高 那這個課程會教什麼呢 就是教怎樣用 Options Dynamics System 什麼叫IV引申波4HV 是什麼Historical Volatility 期權參數 Delta 加上給咖啡頭的教 這些我們會再詳細說 還有一些跨期合約 calendar 究竟運算組合是怎樣 這個我們六月才再開班 因為剛剛三月會教完一班 六月就是二號四號十一十八二十五號 課程獲費一萬四千八百元 這個課程是深的 這個CAL是深一點的 第四個賭王課程 GOD 賭王是不是賭仔 不是教你做月尾浪 怎樣一注資金一注風險 怎樣一步一步 創造過百張的合約 你記住贏大錢 不是月尾浪中那一百倍 那是賭仔的行為 我們要教你們怎樣製造過百張幾百張合約 爆它那一刻才是真正的 去到後期 我們好像 明晚就是我們第三季 SDUD同學的最後一堂 那我就會分享我當年 美團怎樣贏一百萬那個CASE 就是中間奴隆爆開 爆到過百張這樣做 好了 那這個賭王課程教什麼呢 九種左倉方法 怎樣贏單邊保護你的利益 進階的策略 什麼Double Ratio Spread Long Gamma 我們會教的 怎樣設定你的Investment Plan 怎樣執行 還有最重要的第四個項目 駐馬管理 怎樣控制多少駐 每駐風險最大多少 這個課程很重要 課程合快就是2480 7月7號9號22日 23號會開班 OK 好了 先回答一下同學問題 我見到最後同學舉手 好 Peter Lau Can SDU apply to Hansen Indus 不太容易apply到 因為恆子來說 它的優惠會較大 那你爆約會較為滿 雖然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暫時就不用恆子 放在SDU那裡 但我們有另一個恆子期限的課程 就是用恆子來收租 這個稍後就去到後面 我們會再說 恆子是關於什麼 Packy想問一下Long Call期限時間之 抹八月份 如六月 八七月升了一百月 我可不可以平倉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 不是的 期間隨時可以可以走 隨時可以平倉 可以嗎? 不需要擔心 即是你現在做了八月合約 不是八月才可以平倉 期間任何一天都可以平倉 你做Long的話 期間任何一天都可以行使對手 OK 好了 第五個課程就是 缺戰華爾街 美股期權課程 好了 這個課程我們會講什麼呢? 當然是講美股 我們會教什麼呢? 用Strategy Builder 買賣美股期權 如何避免落盤犯錯 OK 投資美股期權要留意的地方 美股期權產品的介紹 買賣案例分享 以及短打 最重要的是短打策略 何時做 何時取消消費 取消多少消費 合理就在這裏不講 課程學費是18800 就是5月12、13日會開班 OK 剛才有同學問開 恆子期權 就是這個了 HSFF恆子期權財務之後課程 好了 課程我們會做什麼呢? 將恆子期權 當作物業收租 賺出的被動性收入 我們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 由2020年2月開始搞的 去到2022年的2月 即是總共 2020年2月到今年2月 總共是25個月 雖然是打錯 不是15 是25個月 25個月 我跟同學一起開倉 我有一個WhatsApp群 我什麼時候做什麼呢? 我又是全都放出來 那些同學就一起去做了 這25個月裡面 我們總共做了10回合的買賣 七勝三負 我覺得剛剛3月這一刻還沒結算 但應該贏的機會都很高 但無論如何 總之過去來講 這麼多個月 25個月就做了10次買賣 七勝三負 總利潤就是2045元 OK 就是加起來賺了102250元 我們課程裡面會搞 就是用10萬元港幣做一張大權 用10萬元日本去計的話 其實有年預告大概是49個% 而這個恒指其權財務自由課程是怎樣呢? 就是說用恒指其權收租模式去做 很便宜的 收租的重點就是便宜的 就是你月頭收了租你不用管它 下個月又再來 我們目的就是這樣做 2020年2月到4月賺了496點 2020年4月到6月賺了668點 7月到8月賺了86點 如此類推一路下去 輸得最多 2020年9月到11月就輸了477點 一路滾下去 最近這兩個月就要輸 輸31點和輸64點 3月就沒結算 但3月我猜贏的機會是偏高的 所以就是這裏這麼多回合買賣 就是10回合贏7回合輸3回合 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好了 3月又怎樣呢? 就是給大家一些題目想一想 3月2022年3月未結算 明天結算 現在持倉成本393點 給了393點 手上有的組合就是這堆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明白我做了什麼 就在做這堆東西 究竟結在什麼位置好呢? 或者我最大風險是怎樣呢? 明天我們就知道 要贏而輸 不過我預計贏的機會是偏高的 但不知道明天就再了斷了 OK 這個課程總之 我們只是用銀子 用spread去做的 short put long put 或者short call long call 然後保力加通道去開倉 就算做的 100%客觀的 用spread calendar 或者一些Iron condor的組合 我都會去做 這個課程也是 接下來星期日開班的 4月3日 4月10日 下午2點到晚上8點 星期日開班的 這個課程收費是24500元 OK 好了 還有這個行指期權財務自由課程 上完這個課程 就會有一年的WhatsApp群 給你們加入 一年之後再加入 就付錢的 有2500元一年 總之上課程就有一年的WhatsApp群 那期間我做些什麼 交易 行指我做些什麼 我就丟了出來 跟我不喜歡 就一起去玩 好了 最後 課程少少優惠 報讀以上課程 就是你散步 第一個項目就是散步課程 報讀任何一個課程 就減500元 報讀兩個課程 就每個減1000 即不是500成2那麼低能 是每個減1000 即是1000成2 報讀三個就是153 報讀四個就是2000成4 如此類推 所有課程一齊報了 就有一個終極優惠價 即是1234566 課程報了 就8580 好了 第三個項目就是 如果報讀這個SDU的課程 就有一個Discount 就9800減到9500 但是全期都減到9000 即是9個月 每個月都減到9000 OK 以上優惠就要3月30日 即是明天 明天 因為我們都4月1號開班 那算是3月30日前 你就要確認和完成 復訓 OK 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好嗎 你們這個都在一個group讀 好嗎 我們有一個group的 阿華他想完的了 我們在一個group讀 即是我們有一個WhatsApp group WhatsApp group 我再回答你 好嗎 好 課程優惠就到了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大致就是這樣 我們Facebook Youtube Youtube 對沖黃道就是我們的channel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有什麼關於課程資訊上的問題 可以隨時WhatsApp我 有時候電話是我回覆的 有時候我同事會 代我回覆的 OK 那算是不要在WhatsApp上罵我 我會看到 好 有什麼問題 到這裏 好 四天的課程完結了 多謝大家出席 如果對我們課程有興趣 就隨時WhatsApp我們 也都 真是很希望大家 你如果對奇緣有興趣 其實奇緣真的可以好找到吃 但是你要有決心學好這件事 你才好去參與我們的學面 但是起碼頭兩課 無論理財 買賣股票物業的課程都好 希望真的有些東西可以幫到一下你們 好嗎 所以記載頭兩課其實都非常之重要的 OK 所以希望這四天的課程會幫到大家 好嗎 我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會停止錄影 然後 我剛才說過有些東西 我也想看會不會有些東西 幫到大家在奇緣上去做的 好 多謝大家出席 可以重看嗎 我們錄影了就會放上youtube channel 好多謝BONNIE你們 好多謝大家出席 好多謝大家出席 是的 謝謝祥福